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猫咪 满意送衣吧 再见了 我喜欢的这个世界 怎么回事 我不是死了吗 这不会 是投胎专车吧 二公主 我们就快到幽城了 二公主 幽城 听名字 像鬼屋啊 我不要去啊 对了 奴婢差点忘记了 怎么还拿刀呢 送去幽城的三公主 可不能是绑过来的呢 怎么又是三公主了 您别乱动 不然搁下些别的东西 可就不好了 手麻了 我好像真没死 记得我掉进了水里 难道是穿越了 这位姐姐 今年是哪年啊 二公主不能修炼也就罢了 脑子也不灵光 那 我要嫁给谁啊 幽族的幽皇陛下 幽族的幽皇 那不就是鬼屋里的鬼王吗 看来 的确是穿越了 二公主殿下 到了幽城 请您务必扮演好三公主 否则 爷怪奴婢不客气 是 这世界 还有魔法的 妈呀 这个世界好可怕 我想回地球啊 虽然想逃 但还是被修炼者组成的 宋卿队伍 送到了这里 这是个能修炼的世界 而我穿越的园主 是北越国的著名修炼废物 二公主 明明父亲是一国之君 却有着凡人之体 无法修炼 难怪沦落到 第三面顶包代价了 岂有司礼 你们幽族就是这般无礼吗 我们乃是堂堂北越 宋卿使者 必须见到幽皇 去去幽满之国 竟然如此无礼 幽舍就是 和亲个骗 打斗鬼府吧 怎么 杀人了 幽皇有令 只许公主一人建成 如有为者 杀无赦 下车 进城 怎么办啊 公主 事已至此 只能先按他们 不必了 那是什么 快打斗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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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幽族的城池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 唉呀陛下 我们不是说好在殿里等的吗 陛下陛下 幽皇 是幽皇 那 那就是幽皇 居然是人形啊 还有点帅哎 幽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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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强的压迫力啊 这明明是个帅哥啊 不会是怪物欢化的吧 喂 喂 轿子里的可是北岳国三公主 喂 喂 幽皇 幽皇 我们确实是 多嘴 比 mają 两极修炼者 被一招几杀 这 这是警告吗 如果被发现假猫三公主 这 这会死吗 咦 轿子里的 是北岳国三公主吗 还是说 是个假货 怎么不说话 喂 喂禀陛下 我确实不是三公主 我是二公主 什么 是我处心积虑 抢了三面的亲事 为什么 疯了吗 我绝不会让三妹 嫁给你的 因为 我太太太太太 喜欢您了 幽黄陛下 您是我生命中的太阳 我理想中完美的夫君 一想到您高贵的身体 会被其他女子玷污 我就寝食难安 一想到您和别人 生儿育女 甜蜜幸福 我就业不得寐 我抢婚事 实在是因为情难自尽啊 幽黄陛下 怎么这么安静啊 难道我的彩虹屁吹过了 让她生气了 真有意思 让我看看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族 居然会喜欢我 幽黄陛下 天哪 她身上 这些缠住全身的东西 是什么 她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居然能引发 我身上的诅咒 你说 你是什么人 你是谁派来的 放 放开 转 转不过气 那 那是什么 得 得救了 多亏了那道 奇怪的光 还真是 慢病了吗 脸翻得好快啊 天岛 血脉吗 人族 竟真舍得送我这么一份大礼 大礼 大礼 你刚才说 喜欢本王到寝食难 也不能寐 公主美意 本王怎能辜负 等等 陛下 你 我 这展开不对吧 来人 将公主送到永宁宫 今晚 就入洞房 啥 各公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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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亏有刺客袭击皇宫 我才能趁乱逃出来 得想办法混出去才行 我绝对绝对不要嫁给那个幽魂 你们去那边搜索 是 老公 那边有个屋子 好险啊 这花石 怎么这么多尸体啊 陛下 陛下 你没 陛下 是我呀 我怀虚啊 马爷 刚才是啥呀 等等 刚才那人 说陛下 这个身影 难道是 是怀虚啊 还以为是刺客余党 国师大人进步了嘛 竟能无恙躲过我一击 陛下 陛下别开玩笑了 真是幽黄 我这不是宋皇上门吗 对了陛下 与人族和亲之事 果真有诈 二公主替嫁之事 使三公主逼迫之下而为 北岳皇帝默许 陛下 这二公主 听话就留着 敢逃跑 就拿去当化妃 陛下说笑了 她一个没有灵力的人族 哪敢乱跑呢 除非她脑子不好使 陛下 这些摘罪楼的刺客 以后还是交给禁卫军处理吧 何必每次都亲自出手 动了杀气 不必 不必 他们的性命 必须由姑亲自来取 这里微臣会命人清理 陛下请随微臣 去幽府殿歇息 嗯 要走了吗 还好没被发现 没赶在来人之前 赶紧出去 也不知道 出宫的路怎么走 先把这婚服换了吧 公主怎么在这里了 是独自在洞房待得无趣了吗 幽默陛下 您在这儿啊 我到处找您呢 哦 没想到人族公主 竟然如此热情主动 啊 陛下 这 不 不是 那个 安静 他 他又想干什么 不会是 姑听说 你们人族很喜欢红色 尤其是洞房之时 定要挂上红筹红杖 说是看着喜庆 你说 姑这个用鲜血染红的洞房 够不够喜庆 天哪 陛下对我真好啊 嘿嘿 我真幸福啊 你喜欢就好 再让你看个好玩的 啊 这可是给你准备的礼物哦 一个还能喘气的刺客 这些花疼是我最喜欢的 幽魂彼岸树 虽然花疼在体内蔓延生长 但宿主 仍能保持清醒 他会清楚地感受到被花疼刺穿的疼痛 和即将走进萧王的身体 是不是很美 而最妙的是 他无法说谎 现在不论问他什么 他都会如实回答 就比如 你可有其他同伙 有 他是谁 是 是尔公主 什么同伙 我怎么不知道 这次合计 是我们和仁族的阴谋 仁族 在尔公主来顶替和亲 而我们负责相扶 仁族说 幽魂见到二公主之后 定会 权起大伤 保证说我 我当便在和亲当晚 重创求足 幽魂第一次见我的时候 确实发了疯 有趣 那二公主的特殊之处是 二公主 是仁族的秘密武器 其他 我 并不清楚 是吗 二公主 居然是秘密武器 那我岂不是必死无疑 就算解释说 我是穿越来的啥也不知道 傻子才信呢 究竟该 对了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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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计划成功 我会怎么样呢 计划成功 你会被荣王的幽黄击杀 若九星为死 则按三公主吩咐 务必 输掉你 果然如此 原主对此事也浑然不知 这可是个好机会 原来 我只是个妻子 利用我对幽黄大人的爱 去伤害这折仙一般美丽的幽黄陛下 啊 父皇 母后 三妹 为什么你们要阻止我的爱 如此凄美 如此绝艳 就算磨难之多 但命运 还是让我们彼此相遇 啊 幽黄陛下 只要看到您那绝世容颜 我的身心便会得到无限治愈 行走的天神 美丽的化身 人间水蜜桃 芳心腾火范 诸多慈慧 依旧无法形容您的美丽 啊 或许 您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奇迹吧 好想在陛下的锁骨里 有 有 陛下 您这是 陛下 陛下 这什么毛病啊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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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毛病啊 突然就晕倒了 啊 头靠在哪里啊 喂 哼 这家伙皮肤 还挺好的嘛 而且 睡眼好乖 好帅啊 不能犯蛙痴 得赶紧逃走才行啊 一一一一一开 一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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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差点就 啊 手 挣脱不出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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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您怎么又跑 回 来 松手 啊 呃 打扰了 啊 那个 不是 啊 对不对 阿戏 拿下人族 保护陛下 竟敢 加害吾皇 死 变我了 我没有加害幽皇陛下 你 竟敢 抱着陛下 给我放开你的葬手 陛下 不放 傻子才放哪 幽皇陛下突然晕倒 拉着我的手不松开 我怎么办嘛 啊 肮脏的人族 竟然还敢拉着陛下的手 阿戏 你冷静一下 啊 我要杀了你 你听不懂人话 白痴吧你 啊 陛下情况不明 先别轻举妄动 人族二公主你放心 我保证不伤你 陛下是 何时昏迷过去的 嗯 时 啊不 一刻钟之前 嗯 幽皇 你可千万别我事啊 我让我小命就不保了 怎么样 奇怪 陛下 好像 睡着了 不仅如此 陛下刚才杀生所引发的煞气 也平缓了下来 而且身上的旧伤也有好转的趋势 嗯 嗯 陛下 这人族二公主 究竟是什么来头 陛下 嗯 嗯 既然陛下的身体暂时无恙啊 哦 那就把这女人的手砍下来吧 啊 为什么 陛下抓着你那只手会累 啊 有道理 砍掉就能让陛下睡得更舒服呢 有道理个鬼啊 造反 你们这是造反 你们表面对陛下忠心 被地里却做出这种大忌不道之事 哦 我 可是 陛下的所有物 只有幽皇陛下才有资格决定我的一切 不经过陛下的同意 就擅自处置我 啊 这是解约 啊 对啊 真的给他们唬住了啊 是啊 所以说 凡事不能太冲动 只有幽皇陛下 才有权力决定我的一切 懂了吗 那就不堪了 嗯嗯 等陛下醒来再决定吧 嗯嗯 抱歉 刚才是我们莽撞了 嗯 此处血腥浓重 公主请随我们一步别月 哎 这 就是别愿 陛下醒来之前 我和阿记会一直在床边盯着 请公主安心睡下吧 盯 呃 不要有什么多余的动作 嗯 这鬼才睡得着吧 硬睡吧 折腾这么久 真的有点困了 好饿啊 一天没吃东西了 肉包子 烧麦 汉堡夹鸡 是 他是陛下的所有物 只有陛下 才能决定他的一切 他真是这么说的 回陛下 是 也是 这么没皮没脸的话 也就他说的出口 凡天道血脉者 必有异于常人之处 对了 那 二公主的事 查得如何 回陛下 密探影将消息送回 但 有诸多疑点 就例如 陛下发现二公主的天道血脉的印记 可在此之前 她却没有天道血脉的迹象 二公主生母是个身份低贱的武姬 偶得被越过国君宠幸 诞下 一儿一女 二公主天生凡胎 无法修炼 被国君厌弃 故此 性格阴郁乖 还曾经 将一名暗月族奴隶 折磨至死 陛下 这二公主似乎 不简单呢 人族嘛 两面三刀 不过是惯用伎俩罢了 传令下去 放松对她明面上的限制 暗中派人盯紧 三天之内 查清她的目的 若是查不清楚 就杀掉算了 已经是早上了 幽黄呢 公主醒了 参见公主殿下 奴婢们恭候多时了 呃 你们是 回公主殿下 奴婢秋霞 是永宁恭一等宫女 是来 好好伺候公主殿下的 公主 奴婢们替您沐浴更衣 别客气嘛 就是就是 水和規矩 好冷啊 怎么是冰水啊 公主这儿有水 可还满意 可恶 他们是想把我淹死吧 还吹我头发 还趁着给我换衣服 偷掐我 嗯 而且好饿 两天多没吃饭了 这三个混蛋 居然当着我的面 破我的嫁妆 真适合秋霞姐呢 哇 就是呀 多好看啊 得想个办法 对付他们才行 各位侍女姐姐 刚才劳烦你们为我梳妆打扮 这些嫁妆 就当是我给各位姐姐的见面礼吧 啥? 像我这样出身低贱 不能修炼的废物人族 根本不配成为幽黄的妃子 那是当然 只有圣女大人才配得上幽黄陛下 你算什么东西啊 啊 对对对对 圣女又是谁啊 其实 我特别羡慕各位姐姐 羡慕? 姐姐们不仅是天资卓越的修炼者 还生得如此貌美如花 简直是仙子样的人 不像我 卑微的凡人之躯 两天不吃饭 就已经快要死掉了 所以三位姐姐 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呀 哼 看在你还算识相的份上 不是吃就是睡 哼 果然是凡人 想找吃的就跟我来吧 太好了 谢谢仙女姐姐们 我们幽族皇宫里皆是修炼者 吃的都是最天然纯净的零食 不需要烹饪 宫里的厨房只曾供下等杂役使用 早已荒废多年 所以用之前先把院子清理干净 即使是下等杂役的厨房 也不是您能随便用的 差点忘了 这是几年前放在这里的 公主殿下要吃就吃吧 加油公主殿下 哈哈哈 混蛋 得想办法对付他们才行 但太饿了 再不吃东西 会晕倒的 那是 是杏鲍菇 没想到 这个世界也有杏鲍菇啊 公主 这里晒的话 我们去阴凉处歇着 快点收拾吧 有了 喂 你活干来了吗 是姐姐们来了 我看活在那干什么呢 我发现了不得了的宝贝哦 什么宝贝啊 那是什么 石板烧口啊 可好吃了 这分明是五叶根啊 当我们是傻子吗 一街样草罢了 没见识的烦人 不过这五叶根看起来 怎么有点吸引人 接下来 撒烟 石板烟烧性暴谷 完成 哦 那是什么 散发着难以抗拒的香气 这 空水 自己流下来了 啊 真好吃啊 好吃 啊 啊 不对 我可是修炼之人 怎么能对凡人的 仙子姐姐 你们也来尝尝吧 绝对天然又美味哦 嗯 啊 啊 啊 鲜甜 肥美 多汁 好好吃啊 嘿嘿 姐姐们可还喜欢 好吃 嗯 真好吃 好想再多吃一点 啊 虽然想做更好吃的 招待姐姐们 但可惜 材料不足呢 如果 用肉和蘑菇一起炖的话 会更好吃哦 嗯 哇 姐姐好厉害 准备了这么多的肉和调料 哼 那是当然 秋小姐 我们不是要给她这颜色看的吗 这你就不懂了 让一个公主 在杂役才会用的厨房内忙碌 还不够屈辱吗 哦 有道理 那她要是做的不好吃怎么办 把香菇倒进来 哼 那样她也没这个胆子 嘿嘿 大家久等了 蘑菇炖肉 完成 这可是我的拿手菜哦 姐姐们 哇 天啊 味道好鲜美 天啊 心味 完全融化进了汤汁里面 嗯 肉依敏即化 汤汁在口中瞬间爆发出来 好幸福 我最后一次吃饭 是什么时候呢 那么糟糕的回忆 很难想起了 秋霞吃饭了 我 我我还不饿 不饿也要吃 不然怎么修炼 我 为了增长灵力 我从小的饭菜 就是各种恶心的灵草 终于 我成功铸鸡 成为幽宫的一等侍女 而且触碰到了那个 我从小就崇拜静养的身影 正女殿下 正女殿下 我终于见到您了 你就是秋霞吗 是 是我 我知道你啊 你为我做的努力 受的苦 我全都知道 我很感动 谢谢你 圣女殿下 圣女殿下 好痛 这是泽 是你 你在汤里下了毒 是啊 我的乾坤袋 本公主潜用一下 你不愿意 你用你用 把解药给我 毒蘑菇这种东西 没有解药的呀 你也不愿意 我会把解药的 是你 我可以用你 你用我 用我 你用你 你用我 我用你 你用你 你用我 你用她 三个笨蛋 幽黄那种变态我惹不起 区区三个侍女 还不是我的对手 逃出去前 你把嫁妆也带上 好像刚才走过这里啊 难道我迷路了 好痛 手表 这个世界为什么有手表啊 想回地球吗 那就按我的指示去做吧 怎么 这手表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看向你的左边 左 左边啥也没有啊 但那是右边 你会看到一栋白色的建筑 那是幽族的祭祀大殿 你要潜入进去 拿走祭祀殿里最重要的那个东西 这手表 难道就是主导穿越的罪魁祸首 那么 祝你好运 祭祀殿 是幽族那最神圣的地方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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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死 完了 彩虹屁不管用了 都是误会 我是迷路才来到这里的 至于什么圣物 我也 这是怎么了 侯官他 他自己 什么 不可能 迷月王冠居然自行认主了 认主 明明要举行仪式才会认主的 那可是幽族皇后的所有物 理应由历代圣女与幽族皇帝大婚之后成袭 一旦认主 就摘不下来了 这可怎么跟兰月席殿下交代啊 他可是陛下青梅竹马的未来皇后啊 亚亚奴 慢点跑 别摔倒了 慌什么 不就是认主吗 他死后 不就能取下来了 鬼汤 真是意外 居然被你躲过了 不过这次 就不会那么幸运了 是吗 我受够了 莫名其妙来到这个世界 什么和亲 暗杀的黑国都让我背 从头到尾做过什么害你们的事吗 我知道我很弱小 我是你们修炼者的对手 所以我装傻 扮花痴 只是不想心里糊涂地死去 可在你们眼里 依旧是蝼蚁一般 什么 诅咒呗 你们到底 别人性命当成什么了 我的 怎么 怎么回事 陛下 陛下身上的诅咒 彻底爆发了 这是我造成的 我是一拳超人 出什么事了 祭祀殿在震动 难道是祭祀大殿的防御大阵 什么 血月杀镜被触发了 什么大阵 这 这是 快跳进这个玄灰里 诶 卧槽 你生线怎么变了 不要在意这些了 别管血月杀镜 给我把它拿下 想活命就赶紧跳进去 什么 还跳进血月杀镜里了 想抓我 下辈子吧 我 他疯了吗 居然自己跳入血月杀镜 那可是我等都无法轻易进入的秘境啊 这女人 陛下 而公主这次必定尸骨无存 她死也就罢了 但明月王冠 可是几日后百足大典的圣物 无妨 我下去找 不可啊陛下 圣女那边 未成可以去解释 阿姬也要一起去 不 我一人就行了 还是召集 放心吧 姑可是幽卓的皇帝 就算真有玩意 也是为我幽卓 兴衰荣辱而亡 陛下 芈月王冠 是母亲留下的唯一遗物 所以 绝不容有事 这是哪里啊 我怎么 一直在下沉 肚子好饿 好饿 啊 嗯 我今天离不老 丹哥 离不巡 初证 这一支 我打开 那梦 你 找得 有不 我 什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最上面就是回归地球的奖励哦 银马标价同所无欺又勤 哇 真的有哎 不过这个原历是什么 这是几位数 毕竟穿越的成本很高嘛 哇 真是太好了 没想到我还能回家 妖精狐狸的我 大概是死了吧 不知道老爸看到活着的我 会有多开心 太好了 太好了 好 反正现在已经远离幽黄了 只要凑齐原历 亲 没那么简单哦 返回地球必备物品中的 蓝色彼岸花 只有幽黄一人知道 它在哪里哦 开什么玩笑啊 圣女殿下 大祭司请您去圣殿 嗯 我马上过去 请把我摘的这些花 送去给幽黄陛下 是 不知道阿渊哥哥 在做什么呢 啊 这叫灵藤窘窘粒 跟地球的糖炒粒子一样哦 这叫露水叶 跟地球的薄荷相似哦 你这鉴定功能还真好用 那是 那 这些原历值该怎么转化呢 你现在的身体 就相当于转化器 所以 只要吃下带原历的东西 就可以转化成原历了 哇 不过 一个粒子才五点 那得吃到什么时候啊 原历值 与物体的灵力等级 以及稀有度有关 一般来说 灵兽的原历值 会比灵值多 但获取难度也会更高 虽然我现在很饿 但是 啊 真的好可爱啊 根本下不了手嘛 快让我转一下 下意识就 激死不能复生 天安顺变 先准备调料 将鸡腌制入味 鸡体内塞入炯炯粒 再用露水液打包 包裹黄泥 烤五十分钟 就可以吃了 对了 小年哥 蓝色彼岸花 真的只有幽黄才知道在哪吗 系统是这么说的 赶紧柴火 谢谢 这下难办了 我真的很讨厌他 摆着臭脸 衣服高高在上的样子 动不动就杀人 我已经不想拍他马屁了 我只想揍他 神经病 虐待狂 我明明和他无冤无仇 他 不见得吧 你现在的身体 不是北约二公主吗 二公主就是来刺杀幽黄的呀 而且你拿走了别人 和青梅竹马结婚的信物 少啰嗦 我就是讨厌他 其实幽黄也不是坏人了 你到底是站在哪边的 当然是你这边啊 亲 蜜月王冠 真的不能还回去吗 当然不行啦 我在蜜月王冠内沉睡了几百年 早就成为了他的气灵 而且他也认可了你 变成了别的形态 所以 年糕你到底是什么 好可疑啊 这 这不重要啦 虽然讨厌幽黄 但他的青梅竹马 与我无冤无仇 我却坑了他 哎 啊 可是 我要回家 不能没有他呀 算了 吃饱了再想 好 外郊里呢 还带着露水夜的清香 嗯 炯炯力也吸收了鸡肉的鲜味 甘甜软糯 嗯 系统也吃东西 谁说系统不能吃 别跟我吵 哇 吃好饱啊 这是我这么多天的第一顿饱餐 慢走 嗯 有光点 从体内涌出来 哎 是原力转化了呢 哦 这就是原力啊 身体变得好轻盈 充满了力量 哎 这两样食材的原力 不是只有七十吗 是因为烹饪啦 食材搭配与烹饪 都会提高转化率的 恭喜宿主获得能力抽奖资格 首抽优惠仅需一百九十九元点 哎 一百九十九 我总共才两百元力值 胸肩是件危险重重 肉体繁带装就是无法存活的 抽吧 好吧好吧 剑少 幸运转盘启动 啊 恭喜宿主获得低阶玉土树 哦 知道了 别提醒我了 玉土树啊 土里吐气的 一点都不仙女 行了 至少是个有用的范术 啊 你有没有感觉到地震啊 有啊 啊 啊 那 那是 低风水灰鸡 啊 好大 这么大 我吃不完啊 我觉得 你应该操心打不打得过啊 啊 还不会是刚才 那只鸡的妈妈吧 啊 很有可能的 亲 啊 啊 啊 糟了 太生气了 哼哼 正好 吃完饭 活动活动筋骨 啊 我们还是快逃吧 我可是 你全就奏派幽黄的女人 啊 啊 快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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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杨树童是因为你的天大血脉 我偷零售可不吃你这一套啊 啊 你怎么不早说 不想打消你的积极性嘛 啊 啊 快逃 啊 你怎么不用刚说到的玉土树 啊 对啊 啊 玉土术是定型法术,可以铸造土墙,抵挡敌人的攻势哦! 好! 只要心中想象施法效果,就能释放出来了! 啊!玉土! 是! 啊! 你能放上球上涵? 你能放上球上一个车角形的位置? 你能放现了这个源头吗? 我可以放下球鞋明镜头 我来放下球账弹,你能放下球前面哦! 可以放下球鞋弹下球,你能放下球鞋弹成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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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应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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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难道 和我遗失的那段记忆有关 先前两次触发诅咒 再平息 都有这个女人在场 还有昏睡 灵力丧失 身体变小 这一切 都与她脱不了干系 这中间 肯定有什么蹊跷 照镜子这么久 是怕自己毁容吗 呃 那个 放心吧 你的脸没有受伤哦 她真没看出来我是幽黄 为什么她都不说 不会是 被怪物打傻了吧 天哪 好可怜啊 得赶紧转移话题才行 对了 还没有感谢你 把我从怪物手里救出来呢 你是人族吧 是啊 怎么了 多谢姑娘替我包杂 只是暗部诸族 与人族不共戴天 姑娘 就此别过 现在还不清楚她的目的 必须离她原点才行 身体 不听使坏 是那个女人搞的鬼吗 不共戴天 是吗 啊 糟了 哼 你们这儿的人就只会种族骑士 愚蠢 伤得那么重 还发高烧 现在乱动 就是在找死 当然 要寻死 我不拦你 但是你别死在我跟前 我怕晦气 她难道 是生气了 可二公主不是讨厌一族的吗 嗯 什么味道 好香啊 嗯 嗯 这香气 变得更加浓郁了 哇 楚歌 这是 好吃 这女人想干什么 为什么要在我旁边吃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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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哦 嗯 我才没有兴趣 嗯 头转过去 可是没用的哦 哇 好烫啊 糟糕 香味飘过来了 哎 这个可恶的女人 嗯 嗯 嗯 可恶 吃饱了 居然一点都不剩 哼 不过是些吃是罢了 冷箍出去 哎呀 嗯 我小心多做了一碗 我吃不下呀 怎么办呢 哼 我才不 要不 我 你帮我吃点 就 就 就帮你吃两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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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吃啊 鲜美的汤汁 随着面条一起吸入口中 再搭配上松软的蛋花 啊 和酸甜的红色果实 嗯 嗯 嗯 真是太好吃了 嗯 这就是人族的食物嘛 多 多谢 我吃饱了 嗯 嗯 我的存粮 全都 啊 算了 毕竟他救了我 我也不是小气的人 这里还算安全 我会把这里当做营地 现在 我要去找点食物 你想在这里养生 或是离开都可以 请自便 我 我 我 嗯 桑雅 我的名字 吃了你这么多食物 我要陪你一起去找 哎 你身体好些了吗 嗯 好多了 嗯 你就打算 穿成这样去啊 啊 还光脚 我找找看 有没有合适的衣服 这衣服 是你帮我换的 是啊 怎么 都给你 你自己换吧 好吧 还客人 好 他们 啊 他 这一切 都是你装出来的呢 是情报出错了吗 还是 这一切 都是你装出来的呢 桑雅到底是什么人呢 为什么在禁地里 小妞哥 你可以查到桑雅的信息吗 做不到的 我只能查到他的身体状况 种族属性 他现在虚弱得很 状态还比不过你呢 比不过我 来到这个世界 你一次遇到比我弱的耶 可是他那么弱 又是怎么打倒怪物的呢 应该是伤得太重 导致修为倒退 至于怪物 可能是用了法宝一类的吧 我换好了 我们出发吧 天 天哪 女装也能穿得这么帅气 果然好看的人 都是此胸同体的吗 怎么了 不能犯话吃 正是要紧 没事没事 我们走吧 能做面粉的多肉卖卖草 还有赤心浆果 你刚才吃的面里就有它哦 还认识这么多低等的灵质的吗 大丰收大丰收 乾坤袋真是太好用了呀 屋的储物空间 可比这破袋子好用 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 三个宫女 仗着修为高欺负我 可惜还是被修外汇中 英雪聪明的我教训了一顿 这个储物袋就是战利品哦 厉害吧 你杀了他们 你们这个世界的人 都不把人命当回事的吗 我只是让他们拉肚子而已 虽然他们拉肚子的时候 还被捆在一起 好了 我们继续找食物吧 不止下令监视他 谁这么大胆 敢自作主张 出去之后 问问国师吧 而且他刚才说 你们这个世界 是什么意思呢 有四个舌果袋 桑雅 你后退 这个藤外很危险 被小看了 要砍掉他的三个舌头才行 要砍掉他的三个舌头才行 好快 又死又死 好蠢 还真的是那个人族二公主吗 你没事吧 好厉害 你这么强啊 还行吧 不 是波波波罗草 席机屁股是什么鬼啊 我们离远一点 分剩他们 好 这是几个意思 怎么都冲我来了 放肆 住手住手 可恶 这股莫名的不爽是怎么回事 可恶 弄完了 听说菠萝里是可口的果汁呢 我尝尝 是菠萝皮 还有这么多 搁不完就拿去卖钱吧 桑雅 帮我 你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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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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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将一名暗月族奴隶折磨至死 那么暗月族人在你眼前 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暗月 你们族的名字好好听啊 她和北红月族 二公主性格完全不同 甚至还会下厨 这些情报中都没有提及 那她到底是谁 被派来幽国 帮二公主替身的人吗 好想吃肉啊 若她真的是二公主 那她的心机 着实恐怖 那苏姑娘你是哪里人 又是怎么进来的 我是北岳国送来和亲的二公主 居然不打算隐瞒自己的身份 可苏伍丽并非二公主的名怀 穿越的事不能随便说 先用二公主的马甲 给一段时间吧 如此这般 如此这般 然后我就掉进这里了 那芈月王关 如今还在你身上 在啊 就是这个 棋灵说 王关会根据主人的性格 幻化成不同的样子 不可能 芈月王关 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 传说中 芈月王关 会随佩戴者心意 变换形态 但千百年来 从未有人做到过 要不要抢回来呢 还是再观察一下吧 听说 这王关一旦认主 除非我死 不然摘不下来 幻黄为了拿回王关 差点就把我杀了 是孤鲁莽了 那 你应该 很恨幻黄吧 废话 我当然 李李 萨牙是敌事友 还不知道 不能暴露真心话呀 对啊 我 我当然 不恨他啦 不要乱想啊 幽黄陛下 可是我心中的男神 一生的偶像啊 那么风流倜傥 机智过人的幽黄陛下 又能有什么坏心眼呢 都是误会嘛 而且幽黄的所有人 都很崇拜幽黄陛下呢 能得到民众的爱戴 他一定是个好人 你说 是吧 你居然觉得 幽黄是好人 你没听过他的传说 没 他为了上位 亲手杀掉了所有的家人 诗珊铺酒登基录 血海浇注幽黄台 这样的人 你还觉得他是好人吗 那 桑雅 你呢 觉得幽黄是怎样的人 我吗 讨厌他 可我又不得不成为他 桑雅 你 hang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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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别影响大姐发挥 喂 大肥姬 让我们来做个了断吧 这一路上宰下的灵力 我都用来升级玉土树咯 让你见识一下 我的绝招 玉土树傲益 迷幻 砸金蛋 猜猜我在哪儿 猜猜我在哪儿 猜错了 猜错了 赢了 我厉害吧 虽然赢了 但是 好蠢 让你吓我 把你的毛 我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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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金毛收集起来 说不定还有用呢 还挺有趣的 我在想什么呢 怎么突然按下来了 天空 怎么突然变红了 糟了 苏琳琳 离那只鸡远一点 它怎么了 别管了 快逃 不过 它好像没追上来 怎么突然停下了 这里有个隐藏的捷剑 里面不会被魔兽袭击 很安全 走吧 抓紧我 好漂亮啊 这里是仙境吧 那是 墓碑 这里 是我父母的安葬之地 桑牙的父母 已经不在了吗 可怎么也在这血液杀镜 难道他们 也被关在这里 知道 走吧 找出口要紧 等一下 叔叔阿姨好 初次见面 我家苏琳琳 你们放心 三亚一切都好 今后 我会替你们好好照顾她 绝不会让她受到伤害 毕竟 她是我小弟嘛 凭什么我是小弟啊 因为我比你高啊 下来 被发现了 这家伙 算了 这边还有一座墓碑 这我也不清楚 这墓碑是我亲手所立 但完全没有了相关的记忆 不仅墓碑上没有文字 墓中也是空空如也 只有一剑织紧批驳 到底是 桑牙 天上 怎么了 那都是些什么啊 那些怪物 在疯狂地攻击结界 结界快撑不住了 我们快逃吧 不可能 血液影响下的狂暴魔兽 怎么会聚集起来攻击同一个目标 难道是 它 苏莉莉 你一直往西走 直到看见一块血色岩石 上面有一朵彼岸花 折断它 就是杀镜的出口了 等等 那你呢 我父母长眠于子 怎能让这些畜生扰得清静 这几日 多谢你照顾了 那我也留下 留下只会拜拜送死 放心 我很强 别管我 快逃吧 别再被卷进来了 我这用血脉之力所设的结界 被皇室血脉 不能打破 而这里 也只有父皇与母后的目的 你到底想做什么 哥哥 亚亚奴 躲在我身后 我 再也不会让家人 受到伤害了 放心吧 哥哥一定会保护你的 好久不见 亚亚奴 一启末 你来这里做什么 亚亚奴长大之后 都不肯叫我哥哥了呢 唉 弟弟叛逆了 哥哥很伤心呢 还真是会说笑呢 摘罪楼的御幽使大人 义启末 我知道你恨我 你派多少摘罪楼的刺客 来刺杀我都无所谓 可你不该勾结人组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恩怨 可你不该勾结人组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恩怨 不要把优国扯进来 你错了 亚亚奴 这不仅是我们之间的恩怨 可恶 灵力还没能恢复 糟了 什么 找不拉近的虫子们 我奶奶我又回来了 欺负我赵的人 让我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笨蛋 你回来做什么 江月华 还想干什么 菠萝皮 爆炸鱼 这是 嗯 魔兽们 居然有挣脱我控制的趋势 笨笨蛋的漂亮 你这些魔兽全被波罗皮灌醉了 还是我 快逃啊 撥不开了 苏莉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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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这是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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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无名墓里的锦匹 我曾多次用精神力探测的无名墓 它应该只是个普通的梵物而已啊 神族在搞什么鬼 江月花不仅没死 还获得了神医之物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没有查询它的权限 应该是很厉害的宝贝吧 先不管了 童子们 还想喝菠萝皮吗 还想喝的话 就跟我来吧 苏莉莉 不用管我 我来引开它们 站住 为何袋护它 你应该知道 它有问题吧 这与你无关 离它远一点 亚亚奴 你真的要和我作对道题吗 这来的怪物可真多啊 什么呢 今天就是残垢尽头了 三二一 陷阱 砍塌 还没完呢 绿土树 幸福 也000 幸福 佐心 莉莉 干得好 啊 赢啦 嘿嘿 呃 爱 呃 人生 哪 插 現在连个泥球都留不得了 啊 ate 敌敌 入壞了 我在这里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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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不調救了我 煩死了 真是死缠爛的 命又硬 快逃啊 玲壺 啊 啊 不妙 我还没力气了 莉莉小心 啊前面是条河 糟了我不会游泳啊 怎样 哎 三 呀 三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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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回来了吗 我这是 回来了吗 爸爸 是你吗 爸爸 苏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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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苏莉莉 吃 桑牙 原来是梦 你没事吧 也是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那么容易就回去吗 差点就死了 苏莉莉 苏莉莉 你 为什么不逃走 我不是告诉你出口位置了吗 为什么要回来 什么话吗 什么话吗 你可是我的 因为 你是我这个世界唯一的朋友吗 话说 你还要保持这个姿势多久啊 哦 抱歉 起来啦 话说 那只大鸡呢 血液消退后 就被我解决掉了 怎么感觉气氛怪怪的 唯一的朋友吗 这不调在你啊 难道是想告诉我们什么 嗯 灵力 全都恢复了 桑牙 扶我一下 我有点 站不 太 文 文 苏莉莉 苏莉莉 这是 之前的伤口裂开了 没有修炼的凡人 还泡了河水 她的身体 好烫啊 快 醒醒啊 阿姬 你把傀儡带到祭祀殿干啥啊 你看 都堆成山了 担心陛下也用不着这样吧 说好的文质改成了和亲 还偷偷换人 国师大人 公文 放下吧 啊 什么 陛 陛下 传御医 快 启离陛下 和亲队伍传会消息 幽黄只留了财务和二公主 除了领队的安卫被杀 其余 亦被逐灰 至于北京的幽军 仍在频繁调动 威势不减 哼 不是说把二公主这个成品送去 计划就会成功吗 筹划了这么久 施药的人也换了几匹 就这个结果 现在 依其约毫发无伤 一定是发现了我们的手脚 炎花宗太上先尊又一直在闭关 依其约若是攻打过来 谁又能拦得住他 唐初朕就不该同意你们的计划 早知道就把三公主送过去算了 陛下 我儿将凌月乃北越国唯一一位 败入先尊门下的皇嗣 陛下莫不是要开罪先尊大人 依我看 陛下为了面子将宋人质改成和亲 才惹怒一起愿 不忍之间能懂什么 你休想把我的月儿也推进火坑 我知将亡 这倒是权宜之计 我不管 不准动我女儿 陛下娘娘不必惊惶 二公主指示计划中的一步 我拆罪楼向来守信 既然答应保你北越国平安 就定会让依其约自顾不下 五等尊主大人精心调配的作品 在关键时刻却失了效果 尊主大人对此也极为重视 这姜月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摘罪楼定会弄得清楚 太医如何 陛下 二公主被抓伤后 经历了激烈运动于水中浸泡 导致伤口感染 体虚昏厥 现在伤口已经处理好 便无大碍了 接下来几日只需静养鞭壳 好 好 这才和清几日啊 居然就弄成了这个样子 那妖人嘛 妖灵王爷 算了 明月王冠和杀镜的事不能暴龙 有劳太医了 退下吧 是 陛下 人族将人质一世改为和亲 偷偷换人 还与摘罪楼苟合妄图刺杀陛下 是否继续攻打 以示惩戒 不必 这场战争 是为了收复被人族侵吞的土地 现在故土已赴 继续征战 只会损耗我幽国将士 不过前方兵士不能松懈 北越国内乱之下 他们一定会求援摘罪楼 那帮老鼠 在我国内深耕多年 藏了太多案子 正好趁这个机会 全数九出 永绝隐患 是 属下明白 对了陛下 这二公主 是人族以和亲的名义送来的 现在是否要将和亲公主的名号 改回人质并求尽呢 不必 留着吧 和亲的名头 也挺好的 怀虚 这江月华过去之事 还有许多不明之处 你继续派人调查吧 是 还有 查查北越 是否有个叫苏莉莉的人 可恶 奇耻大如 那个人族的贱人 竟敢这样对我们 从小到大 我没有受过这样的折辱 我将它碎尸万端 我求下事不为人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秦燕姑娘 卖相平稳不少 这两人应该能醒来 不过这苏莉莉的躯体 还真奇特 天煞与天道血脉急于一身 这世间 这世间怕是独一举 真的只是巧合吗 对了 不见了 算了 等它醒来后 再细茶吧 这屋子简陋了些 而且 离我住的幽安殿 相隔甚远 嗯 啊 这是 床 我离开禁地了吗 我是怎么出来的 桑亚呢 哦 是错询吗 怎么感觉 她刚才醒来了 小年高 你在吗 现在什么情况 幽黄怎么会在我床边啊 哎 请你醒啊 我怎么出境地的 桑亚呢 我的状态是跟你同步的呀 我也才刚开机呢 那 那幽黄坐我旁边干什么 不知道哦 但她现在正盯着你呢 怎么脸色这么苍白 没法烧啊 怎么还冒冷汗了 来人 去把太医找来 是 啊 完了完了 太医来了就糟了 陛下 圣殿的使者突然造访 说是有急事要向陛下禀告 明月王关与禁地的事 怕是被他们察觉到了 还请陛下 尽快一步幽露殿 二公主这边 微臣已经安排妥当 陛下不用担心 好 二公主身边 你安排了几个人 回陛下 现在周围的侍女 都是信得过的人 还加派了两名暗卫 才两名 微臣觉得两名暗卫足以 缩离离的秘密太多 想打他主意的一定不少 让圣殿的人等着 我回去看看 陛下 陛下 啊 啊 啊 陛下 啊 你这是打算 去哪儿 啊 啊 换肚子啦 啊 幽黄陛下 我不是故意带着明月王关 跳进沙境的 刚才 我是一身糊涂 才将卷铺盖逃跑的 啊 啊 啊 完了 他不会杀了我吧 你离 再诚开一点 有黄树不定会饶了你哦 他为何如此怕我 啊 对了 第一次见面 我就杀了他的宋亲使者 然后又杀了一整天的刺客 还当着他的面审讯 最后还要杀他 取下明月王冠 虽然他对桑牙说不恨我 但多少 还是有点恐惧吧 啊 那些东西你想拿就拿吧 芈月王冠 你也先留着 不过不要告诉任何人 不过不要告诉任何人 你的小命就先留着 等以后养肥了 不亲自来取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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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名修医 陛下 我真的错了 我不敢打你的 我不敢打你的 我一定会找到 取下明月王冠的方法 陛下就饶了我吧 哼 抬起头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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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 您这是 惩罚 啊 什么惩罚 哼 你猜 啊 这是 大概是 一逃跑就会爆炸的诅咒吧 啊 不要乱跑 不要乱跑 待会儿太医过来 要好好听话 哼 哼 爆炸 哼 哼 陛下 那个 桑牙 那个 那个沙境里的孩子 她怎么样了 嗯 她没事 哦 那 我能去看她吗 哦 你这么想见她 她对你很重要吗 哼 这么怕我 却对桑牙这么伤心 陛下说笑了 我和她 不过萍水相逢 但她在沙境中曾帮过我 所以好奇 若问一句 如果劳烦陛下 那不见也罢 准了 谢陛下 啊 这下完了 这下是彻底逃不出去了 哎 别气馁 扯到山前必有路嘛 这炸弹 该怎么取出来啊 这个恐怕只有幽黄才知道了 二公主殿下 嗯 在下 掌孙千燕 特邪醉奴 前来 探望二公主 二公主身体不适 不便见客 千燕姑娘还是请回吧 就是听我二公主身体不适才来探望 难不成是二公主瞧不起我幽族之人 清燕姑娘甚言 丹雪丹睿 这么快就为你们的新主子废上了 真是两条护主的好狗啊 你 别冲动 嗯 这是来客人了吗 我这几日身体不大好 为客到来 却未能亲自迎接 实在是怠慢了 恕在下眼拙 不知 这位姐姐是 在下掌孙千燕 乃幽宫内务代理 这楚楚可怜的模样 倒是有几分姿色 啊 原来是千燕姑娘 快请坐 不知千燕姑娘今日前来 所为何事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在下偶然得知 这三个罪奴 前几日冒犯了公主 便亲自将他们带来谢罪 二公主殿下恕罪 不知公主 要如何惩处 千燕姑娘客气 我已经小小的惩罚过他们了 谢罪就不必了 小小的惩罚 嗯 二公主殿下 在下于幽宫代理内务 可二公主这边 却让在下颇事为难 您本应该是人族送来的人质 谁知人族私自偷换人质之名为和亲 幽皇陛下宽厚 并未计较此事 但我又该如何分配您呢 原来我应该是人质啊 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啊 反正我早晚都要逃出去的 这二公主居然不露出一丝取辱之感 不愧是人族送来的狐妹子 在下虽不才 但入宫较早 再次提醒公主一句 陛下仁慈 陛下仁慈 但并不意味着 同意了和亲之说 不要 不要因为陛下一时兴起 将公主留在幽宫之中 公主就以为自己算是幽皇后宫之人了 唧唧歪歪一大堆 原来是在损我呢 千燕姑娘说笑了 我怎会有非分之想 幽皇陛下是我心中男神一般的存在 能不时见到陛下 就已经是我的福气了 如今还能陪着陛下 我便心满意足 再无她求 又怎会去在意优厚妃子之类的虚嫌呢 这狐妹子 定是这帮花言巧语 顾惑了陛下 不行 我不能输 对了千燕姑娘 敢问您的名分又是什么呢 陛下至今尚未娶妻纳妾 后宫无人造福 千燕姑娘身为内务代理 那便是如今后宫地位最高之人 哦 原来如此啊 说白了就是个宋鬼 居然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哇 是妹妹我有眼不识泰山 千燕姐姐 居然是这后宫中地位最高之人 仔细看千燕姐姐 优雅端庄 美丽动人 行事作风都有着国后般的气质 千燕姐姐真是太厉害了 那是自然 这还用说 幽族看重礼数 我早有耳闻 今日是我与姐姐第一次见面 又是因为手下人犯了错 姐姐带来谢罪 这礼少不了吧 啊 姐姐如此心怀诚意 那这份谢罪礼和见面礼 妹妹也无法推脱了 所以这份后礼究竟是什么 妹妹我真的好期待呢 可恶 本是来给这女人一个下马威 没想到她不挤油烟不尽 还反过来管我要礼物 真不要脸 可是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若我真拿不出什么东西 不仅失去了面子 我就说她根本胜任不了 趁早坏人算了 你是个皇城贵女 你最会趁机发难 二公主见多识广 在下不敢拖达 这是寒霜冰刃 此乃极北冰晶打造的上古法器 锋利无比 自带寒霜属性 区区薄礼 二公主莫要嫌弃 她没骗你 真的是上品法器呢 哇 不嫌弃不嫌弃 多谢千燕姐姐 姐姐不愧是后宫的代表 出手大气又阔闯 北越国不过是偏方一云 没见过大国气度 就是就是 二公主喜欢就好 正好让她露个没见过世面的丑态 还有呢 还有什么 第二份礼物啊 千燕姐姐就别藏了 这寒霜冰刃 不是替手下人赔罪的谢礼吗 还有第一次见面的见面礼呢 这 这女人 好生不要脸 别人也就罢了 您可是德高望重的千燕姐姐啊 身处这个位置 必定是处事细心 私立周全 对吧 二公主真是冰雪聪明 这都猜到了 此乃喜嘴丹 认修炼之人有极大的增益 哇 即使是肉体繁胎也能强身健体 炎年益寿 既然是礼数 那二公主也知道礼上往来吧 二公主既然代表北月进我幽宫 是否也该 那是当然的啦 千燕姐姐送我这么大礼 那我当然也得回礼才行啦 只是 姐姐刚才也说了 我只是个被羁押来的人质 那些所谓的嫁妆 也都冲荡了幽国的纳贡 所以 以茶代礼 千里送鹅芒 礼清情义重嘛 姐姐就接受我这杯谢礼茶吧 好 其实 今日姐姐送的礼再贵重 在妹妹心中 都没有姐姐的一席话珍贵 那就是 不要因为陛下一时兴起 将我留在幽宫之中 我就当自己 是幽皇后宫之人了 姐姐这句话 当真是 太妙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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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刚才好像看到天堂了 这恶心的气吻像屎一样 哎呀 娘娘苦口的一病呢 做狼狼吃在家的原理值很多 游时你的感觉太棒了 下次再有这种鬼东西 我死也不吃 那我现在还剩多少原理啊 这个嘛 三点 这不是帮我恢复了身体吗 啊 好穷啊 什么时候才能有回家的路费啊 狼狼狼吃奶 虽然兜里空空 但还是有收获的 就是这个 寒霜冰热 你看 现在冰花商城里 多了个特殊电话 嗯 等等 为什么回家的原理 已毁灭世界的还多 嗯 不要在这些细节嘛 你看 这系统还是蛮贴心的 由于零零你肉体繁胎 不能直接使用这法器 所以 只要花费原力 就可以释放一次法器技能 蛤 垃圾片刻系统 市面上系统都这样的 话说回来 现有的玉土树没什么伤害 也就能跟零兽打打拉扯 万一幽黄要杀我 我可是 假要变强的话 可以用之前用过的快乐抓盘系统哦 掌持等级越高 法术就越好 之前的玉土树就是初期掌持的奖励 为啥高级和中级的跨度这么大 因为高级讲持的法术是特别厉害的嘛 二公主殿下 之前幽黄陛下 吩咐我们叫了太医 请殿下随我们一步外怨 殿下 这边请 好 秋夏姐 有太医在 我们 不急 等到她落单 再用这嗜骨香让她在睡梦中死去 喂 谁 阿稷统领 怎么了 你们在做什么 误会 阿稷统领 我们 谁 这锦坯很有灵性吗 这么讨厌我啊 我多次探查无果的无名墓 偏偏苏黎黎一进去 这神物便主动朝上她 还有 好 你明知道她有问题 还要护着她 就凭你现在的状态 当真要和我作对吗 少废话 义其末 我的事 轮不到你操心 好 既然你这么说 那哥哥就不动手了 啊 亚亚奴长大了 开始有自己的小秘密了呢 还会再见面的 喂 你 下次 可别再逞强了 义其末 二公主 苏莉莉 神器匹驳 究竟有什么 陛下 北越国并未寻到叫苏黎黎的女子 人族起名讲忌讳 很少会用黎这个字 北越国并未寻到叫苏黎黎的女子 人族起名讲忌讳 很少会用黎这个字 果然 另外 之前的侍女是千燕姑娘的人 千燕 长孙家的长女 长孙千燕 也是 阿稷的姐姐 陛下 那几个侍女 灵力暴体而亡 像是被人做了手脚 丘霞 丘霞他们想必已经得手了吧 人族二公主 是让你胆敢顶撞我 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啊 啊 掌棕千燕 如何知罪 啊 七 七四大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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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天不是不知 只是懒得管你 你在这个位置 仅仅是因为你弟弟是幽黄身边的人 而是你进宫四年 连幽黄本尊都没见过几面 更莫要提交给你的任务 今日 若非无及时灭那几人的口 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公主殿下 幽黄叮嘱 这些太医开的药您一定要喝完 啊 这 这味道 怎么像那个洗髓丹啊 我不要吃啊 我觉得我已经好的不能再好了 这药就 刚刚太医说您身体还需要调养 药不能停啊 蜜精糖 把他含在嘴里再喝药就不难喝了 你挺厉害的嘛 长孙千燕在宫里作威作福多年 终于有人整治他了 都是他抢别人东西 没想到 有人能从他手里掏出东西来 竟然还只是个喝药还要加糖的小女娃 丹瑞 你怎么这样跟公主说话 没大没小的 好甜啊 药里的怪味真的没有了 嗯 二公主果然还是孩子猩猩 这么小就被送来和亲 真是不容易 唉 这次怕他是彻底得罪了长孙千燕了 得让他小心地方才好 对了殿下 独必得为您准备几套衣服替换 您是喜欢晚月风 还是沉稳大气风呢 有没有方便糖 方便运动的打扮 我真很方便运动呢 谢谢丹雪丹瑞两位姐姐 二公主言重了 都是奴婢分内之事 陛下 这是您的乾坤袋 陛下特地丰富过 要您乖乖喝完药再给您呢 对了 两位姐姐 据说幽谷有一种稀罕的蓝色彼岸花 姐姐们可有见过 蓝色彼岸花 不是只有白色跟红色吗 蓝色彼岸花 未曾听闻 那是我记错了吧 那姐姐们知道 暗月族质子住在哪里吗 暗月族质子 奴婢未曾听闻 暗月族有派质子到幽族的消息啊 我刚吃完药 有点困了 两位姐姐也辛苦 先回去歇着吧 陛下真的不用我们留一个人服侍您吗 有人在旁边 我睡不着 那好吧 习惯 蓝色彼岸花也就算了 但他们居然没有听说过丧亚的事 这让我去哪里找他呢 只能先凭运气 在幽宫里逛逛了 小天高 帮我注意周围 别让人发现了 没问题 也不知道 幽黄打在我头上的那一道法绝 什么时候会发动 至少现在 离开屋子还是可以的样子 我们先在院子周围探路吧 一点一点往外扩大 好的 这幽宫也太大了吧 想找到丧亚住的地方 简直就像大海捞针啊 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啊 天哪 飞在天上的鱼啊 好漂亮啊 咱怎么又跑过来烧烤了呀 不去找丧亚吗 哎呀 先解尝要解 丧亚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找到的嘛 嗯 听幽黄的意思 丧亚暂时不会有事 这么肥美的鱼 一定要现抓现烤才香嘛 嗯 服了你了 丹雪丹瑞姐姐 来吃烤鱼啊 殿 殿 殿下 背后啊 嗯 怎么了 啊 妈呀 是那个神经病二号 阿稷 他什么时候正在我身后的 怎么一直不说话 就死死的盯着我看啊 等等 不对 哎 要 要吃吗 你 要吃吗 加这个 烟灰草 繁街植物 无毒 气味浓烈刺激 充分类似地球香菜 原力值 零 哇 是臭皮虫草 哦 烤好了 要尝尝吧 天哪 好焦香的味道 鱼皮酥脆 鱼肉鲜嫩 哦 嗯 好吃 我出生以来 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这鱼 这鱼 您是哪里弄来的呀 要出门左走 有个小院子 里面好多会飞的鱼 那 那不是幽黄陛下养的仙泥飞鸟吗 啊 陛下常常到仙泥亭里散步 想必是十分下阵鱼 姐姐别慌 我们就说 都是这个阿稷吃的 啊 不太好吧 不太好吧 他不是吃得挺开心的吗 阿稷统领 你又烤好了 这些都是专门为你烤的呢 你快把它们都吃了吧 趁热吃 敞开了吃 好 亏我还怕他太过担心桑雅的情况 赶紧变换身份赶过来 你们这里 可真是热闹 没想到 他居然根本不着急 还在这里吃上 桑雅 你怎么找过来了 幽黄有令 不许可疑人物靠近二公主 你是谁 为何我在幽宫从未见过你 阿稷 你的嘴是吗 我猜幽黄应该还说了 你要暗中 保护二公主吧 啊 这 啊 这是怎么了 别管他 误会 都是误会 他是桑雅 暗月族送来幽宫的质子 之前 与我有过一面之缘 才顺路过来探望的 不是什么可疑的人物 居然把我说得那么生分 说好唯一的朋友呢 你干嘛老是眨眼睛啊 不舒服吗 未能暗中保护我 是我失职 我自会向陛下请罪 但 陛下的命令是绝对的 你 离二公主远一点 为令者 斩 麻烦死了 忘了这家伙脑子就是一根精了 哎 阿奇统领 冷静 冷静啊 都是误会 别 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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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去哪儿了 他们往南边去了 哇 阿奇统领好厉害 居然完全没有事 可恶 不在这一片 难道在那边 阿奇 真巧啊 我正想要去找你呢 我刚得到了一些帮助修炼的上好丹药 正准备送到你府里呢 嗯 不要 阿奇统领 许是有什么急事吧 这养不舒的白眼狼 每次都是这样 仗着自己是幽黄身边的红人 就老是给我蹬鼻子上脸 哼 什么亲弟弟 不过是被乞丐养大的小教花 尚不得台面的妾生子 他根本 就不配拥有长孙这个姓氏 那边是我住的院子 哇 好高啊 你出境地后 怎么没有来找 这是什么 是烤鱼哦 专门给你留的 快尝尝吧 味道超棒的 嗯 好吃啊 嗯 嗯 那当然 这可是幽黄的仙泥飞雕 一条就十万灵珠呢 嗯 嗯 你放心吃 我都是那个加阿奇的呗 我的仙泥飞雕啊 原来这么好吃的嘛 嘿嘿嘿 我的手艺不错吧 要是能多考几条就好了 啊 啊 吃得好满足啊 嘿嘿 对了丧雅 你以后不要再像今天这样 大张旗鼓的来找我 为什么 幽黄现在对我态度不明 不知哪天 就把我杀掉也说不定 你不要和我走得太近 小心被连累啊 你很害怕幽黄 废话 只要是个正常人就 你骗我 禁地里你不是说自己喜欢幽黄吗 丧了 不小心说漏嘴了 忘了丧雅对幽黄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当面随便贬低加害者 反而会失去受害者的信任 骗你啊 我怎么会骗你呢 喜欢幽黄陛下 同时也害怕幽黄陛下 一点都不矛盾啊 我虽喜欢陛下 可陛下并不喜欢我呀 我身份特殊 陛下杀我也在情理之中 我为此感到害怕 也是人之常情吧 可这些 都不妨碍我深爱着幽黄陛下的颜值啊 那完美的脸蛋 那完美的身材 那迷人的眼神 他身上的每一处 都长在了我的萌点上 尤其是白发 我真的超喜欢白发 刚才好像说了不得了的话 他好像真的很喜欢幽黄 听别人猛夸自己 怪不好意思的 对 对了 跟你打听个事哈 你 你有没有听说过蓝色彼岸花这种东西啊 你是说花瓣是蓝色的彼岸花吗 我也不清楚啊 也许只是个代称 而不是一朵真的花 大概是个很贵重的东西吧 我没听说过 天色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哦 好啊 二公主殿下 您没事吧 您到底去哪里了 阿姬统领都快把幽黄翻过来了 我就是和朋友在幽黄逛了一下 幽黄陛下许可过的呢 殿下没事就好 我们担心死了 对了 姐姐能帮我找一些民间历史的贤书吗 我看着就点闷 好的 那就有老姐姐了 蓝色彼岸花 日当正午 敬手焚香 准备好了吗 一切就绪 吃烤鱼存下的三千多元粒 快乐转盘 终极奖持开启 给我出 攻击法术啊 恭喜宿主获得生长术 能对周围动植物施加生命的祝福 居家生活 必备的幸福小法术 为什么是居家生活的技能啊 其实这个技能还不错啦 有了他 有了他 你不就可以自己养殖灵池灵兽了吗 还能加快元粒的积攒速度 攻击法术迟早能抽出来的 啊 对啊 啊 既然没能抽出攻击法术 还是尽量避免和幽黄正面冲突吧 啊 既然没能抽出攻击法术 还是尽量避免和幽黄正面冲突吧 蓝色彼岸花暂时还不着急 反正元粒也没攒够 嗯 还要制定好幽黄内和幽黄外的逃跑路线 但当务之急 其实是我脑袋上幽黄的这道法术 一旦发作 我可就炸成人体烟花了 嗯 一定要想办法 让幽黄把它解除才行 陛下有令 招二公主致侍卿 致侍请殿觐见 你听清是说侍卿还是侍寝吗 应该是侍寝吧 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 二公主殿下 快随奴婢去换一身衣裳吧 奴婢接下来教您的 可一定都要记住了 这就是人族的事实 回陛下 无法修炼的凡人族崇尚壁谷修炼 也将修士的粗茶淡饭 视为高雅之行 非常追捧 所以他们的吃食其实与幽族类似 陛下所描述的西红式鸡蛋面 实在是打听不到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怎么会这样 不是人族的吃食吗 二公主到 人族北约二公主 江月华 谢陛下召见 是谁 给她穿式锦装 还教她行式请礼 难道我的见面礼行错了 可丹瑞丹雪就是这么教我的呀 姑与公主每次见面 似乎都被一些庞氏打扰 说起来确实对你慢待了 这些人族的吃食 世姑特地为公主准备 希望能解公主思乡之情 幽黄给的外套真暖和 这幽黄到底想干什么 陛下费心了 错了二公主殿下 这杂脉酥饼 须得将外表一层黑壳包去 再沾着蜜精露吃 公主这是嗡了吗 让陛下见笑了 我好久没吃杂脉酥饼 都忘记吃法了呢 哦 是吗 可我刚才说的吃法 是在逗你玩呢 我也不知道杂脉酥饼 该怎么吃呢 陛下可真会开玩笑啊 我 我还以为 是这杂脉酥饼的新吃法呢 可是 杂脉酥饼这个名字 也是我变的 我根本不知道你手上拿的东西 叫什么名字 啊 这一桌的菜 都是公主你在北越国宫中常见的食物 为何公主连我这小小的谎言 都无法识破 是公主您在故意逗我开心 啊 完了 被吓透了 还是 但是 你根本就不认识眼前这些东西 二公主 竟然连自己每日的吃食都不认得了 你说奇不奇怪 姑思来想去 也没能想出个缘由 二公主可要自己做个解释 完了完了 事情要做 二公主要是不愿说 也没关系 姑这里 恰好有测试你北越皇家血脉的法器 二公主可要想好 若自己承认 姑兴许还能放你一马 可若是被这血脉法器测出 若你不是二公主的话 要如何处置你 可就不好说了 等等 血脉测试 我不是浑川吗 法器有反应 这怎么可能 她确实是北越皇室血脉 难道她真的就是二公主 可 陛下 我真的好伤心 千里迢迢来到幽谷 只为了将自己身心 全部奉献给您 到头来 您却怀疑月华在欺骗您 月华好命苦 月华好难过 不过 有一件事 我的确隐瞒了陛下 月华在禁地里 曾遇到过一只可怕的怪物 她身高巴掌 壮死激秦 浑身紫黑 长了六只眼睛 八对翅膀 她雄狠无比 杀人如麻 还能吞噬人的记忆 我不信 我不信 被这只魔鸡袭击 险些丧命 是月华对陛下的爱 支撑着月华 月华方能私利逃生 不过月华的很多记忆 都被那只魔鸡吃掉了 嗯 禁地里 只有我和桑雅两个人 禁地里真的发生了什么 又有谁能知道你 编 你继续编 真当我不在场吗 就是说 你忘记了很多事情 对对对 月华从不敢欺瞒陛下 她果然信了 哦 从不起瞒 那是当然 这仙妮飞雕 是古秘人 从各种秘境仙山中寻来 虽说是十万灵珠一条 但其实有价无事 嗯 二公主 可曾见过这仙妮飞雕 啊 是 是第一次见 奇怪 怎么觉得 好像少了许多条 有 有吗 这世上 任谁都会有一些 自己的小秘密 而有些人 小秘密尤其多 不过没关系 我会把他们一个一个 都找出来的 二公主 明日开始 你就是我的贴身侍女了 啊 听说了吗 幽皇陛下 居然立了一个贴身宫女 这么多年 陛下身边 可一个宫女都没有啊 好像是 人族来的二公主 啊 居然把侍卿殿 听成了侍寝 幸好二公主没事 不然我们就算死 也没法向国师大人交代啊 可是姐姐 二公主不是来和亲的吗 现在却成了贴身宫女 这到底算好事还是坏事啊 我觉得是好事哦 二公主 虽名义上是和亲 但也是人族派来的质子 这二公主 成为宫中最高位的贴身宫女 就是最好的安排了 幽皇 她到底想干什么 这是一个大道总裁和灰姑娘的故事 从明天起 你就是我的贴身侍女 两人朝夕相处 发生了很多温馨甜蜜的事 他们的心逐渐靠近 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 才怪 上午五点 幽皇上朝 幽皇不行帮忙洗漱更衣 所以在门外等着 去早朝路上 博士会和幽皇 立先讨论早朝内容 陛下 今天早朝要通知大臣 上午 七点三十分 幽皇下早朝 好 我是会和幽皇继续讨论早朝的内容 陛下 今天早朝上孙大人说的事情 有些问题是需要陛下多考虑下的 上午八点 开始批改奏折 下午六点三十分 依旧在批改奏折 幽皇有时 会去养飞鱼的园子里 继续批改奏折 嗯 这样真的不会猝死吗 修炼之人可真厉害 这种枯燥又单调的生活里 偶尔也会发生一些小差距 有些大臣 会在早朝之后再次求见幽皇 陛下 新制军服当用红色 红色蓬勃 士气昂扬 陛下不可 幽族四国以兰为孙 幽族军队的制服当然是要蓝色的 蓝色有啥好看的 当然要红色 一群大男人 穿个红色的像什么样子 你就装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家偷偷穿你媳妇的蓝裙子 你的袜子还是红色小碎花的呢 真是简单粗暴 没有效啊 此外 我是倒是经常来找幽皇 陛下 这些公文微臣处理完了 这是新的 拿去吧 陛下 公文 拿去 我是大人 你直冷起来啊 果然这才是正常人该有的反应吧 虽然说起来有点自恋的嫌疑 但我总觉得 自从我当了幽皇的天生侍女 她的生活变得充满了趣味 折磨人的恶趣味 拿鸡毛胆子扫瓷漆柜子 摔碎一个你赔得起 那可是羊枝玉器 你居然拿抹布来擦 不是八分热的水泡的茶我不喝 这果子得切成八半 你切七半要我怎么吃 嗯 你屌不是说不吃吗 一转身就吃得这么稀奇 也死你算了 啊 这一天 真是折腾死我了 这事尽幽黄 倒是一直很精神 可怜我却要跟这事 困死我了 啊 你先下去吧 笨手笨巧的 什么事都办不好 明天不必跟我上早朝了 啊 好 好的陛下 啊 不可原谅 不可原谅 我一整天给那射精刀牛做满 累死累活 居然还敢说我笨手笨脚 连事情都办不好 啊 好强烈的冤妻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要主动出击 让幽黄撤掉我贴身是你的身份 是她逼我的 难道琳琳你要用那招 你说 这世间有什么比贴身侍女是个变态 更加可怕的事情呢 完了完了 琳琳的脑子坏掉了 奇怪 怎么背后突然有些发凉 陛下 您已经拼了一整天奏折了 身体要紧啊 奴婢给您准备了茶点 请您歇息一下吧 这茶 茶是八分热的水泡的 刚好放凉到了六分热 果子都已经包了皮去了糊 红色果子切八半 黄色果子切六半 白色果子挖成球 再将果子压成枝 陛下请慢用 哪 您肩上有一丝落发呢 陛下 您的头发真漂亮啊 如同银丝一般 一定要好好收集起来 能得到陛下的绣发 真是太棒了 月花定会时时刻刻都带着她的 有陛下的头发在身边 却好像是陛下一直陪在我身边一样呢 是你逼我的 接下来 让你生活在难以想象的恐怖生活中 我刚吃剩的半个果子呢 我擦俩的手帕呢 我的礼仪不见了 变态不是会偷内衣内裤吗 李李 你怎么只拿礼仪啊 嗯 我又不是真的变态 拿内衣内裤是想恶心死自己吗 总感觉 暗中有一道神秘的视线盯住我 我 陛下 您看书看累了吧 我 奴婢来给您捏捏腿 哇 陛下的腿可真是好看啊 又长又直 真不愧是世界上 最完美的大长腿啊 哇 这肌肉又紧实也有弹性 手感真是太棒了 这 陛下身上 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奴婢都帮您按一按吧 陛下 陛下 我却和仁族的前线传来 急报是 呃 呃 打 打了 走 嗯 即可出发去前线 呃 其实前线也没那么着急 闭嘴 陛下 陛下 奴婢在这里 等您早点回来哦 呃 陛下小心 噁心心作战 大成功 耶 琳琳你真是厉害 走 趁怡婢不在 我们去搜宫 啊 搬了大半个宫殿 一点蓝色彼岸花的线索都没有 只剩下 这个藏在宫殿最深处的院子没找过了 这个藏在宫殿最深处的院子没找过了 居然没有上锁 这房间 好像很久没有人住的样子 嗯 这是 灵台 这画像上的两个人 难道 就是上一阵的幽黄和幽厚吗 这些瓜果祭品倒是新鲜 看来经常有人来更换 不会是幽黄吧 琳琳你看那边 那里也有一个灵台 王师 长孙元德 姓长孙 这个难道是幽黄的师父 也不知道和那个长孙千燕是什么关系 我们在这屋里简单找一下吧 屋里的东西就别碰了 咦 幽黄好像又跑到鱼池子里披揍了 也开恩怨的话 不得不承认幽黄确实是个敬业皇帝呢 陛下 人族千百年来侵吞我幽族广袤土地 杀我无数族人 越海深仇 早已不共戴天 此刻开放护士 让人族伤人进入老幽族过境之中 此举 不济于引狼入室啊 忽视一事 不意已决 无需多矣 圣殿诸位 还是多多管好自己分内之事 可陛下也不能为了忽视 学见民众对圣殿的供奉啊 此举 会动摇我幽国之根基啊 陛下 外界都在议论您进来言行反常 可是因为那个人族的二公主 怎么突然扯到我头上了 大祭司 你僭越了 这 陛下赞罪 我们先告退了 大祭司们 走了 这 这眼神 恐怖的如同烈雾 那来自深渊的毒蛇钉上的感觉 深入骨髓的战力 二公主 我 刚刚 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突然 圣殿真是越来越不知分寸了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难道刚才是幽黄帮了我 你脸色很差 下次见到圣殿的人 记得多远点 这 这是什么发展 幽黄怎么突然这么温柔啊 你听到没有 听 听到了 不乏了 回房吧 是 热茶 喝吧 桌上有瓜果 你自己拿了吃 谢 谢陛下 怎么回事啊 幽黄怎么突然 对我这么好啊 你刚才在墙角听了不少东西吧 关于幽族与人族互事 二公主可有什么见解 我 我能有什么见解啊 二公主 你可是身处幽国的人族质子 嗯 互 互事好啊 开放人族和幽族的边界 不就是 改革开放嘛 改革开放 才能够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嘛 改革开放 这倒是个新鲜词乎 二公主对政治 也颇有见解啊 嘿嘿 都是课本上学的 嗯 没 没有啦 嘿嘿 我就是觉得 故事有利于贸易 贸易发展起来 大家就能赚到钱 我们这些普通人 有吃有穿 自然就幸福了呀 若一个君王 连自己国民的温饱 都不能保证 那他还是不要当君王好了 我们的职责 就是要守护幽族所有人的幸福呀 如果 陛下对护士还心存疑虑 嗯 我可以替陛下去幽国的街道看看 实际考察和人族对比 幽族有什么商业优势哦 你 其实就是想出宫吧 没有啦 我还是更愿意留在陛下身边哦 嘿嘿嘿嘿 突然想要出宫 他在打什么主意 算了 到时候变成桑雅 陪他出去好了 我 陛下 嗯 不好了陛下 圣女大人侮辱秘境 已经三天不见踪迹了 还请陛下帮忙 将圣女大人给救出来吧 怎么又侮辱秘境 你们圣殿不会派人找吗 陛下 圣殿的所有高手都出洞寻找了 臣也将宫内的高手派去协助 只是 圣女大人侮辱秘境 是苍蝎秘境 陛下 幽总能随意见出苍蝎秘境的只有您了 圣女大人关乎我族传长 绝不能出事啊 就请您看在您目前先皇后 也是圣殿前人圣女的份上 救救圣女大人吧 远离皇宫的天空 繁华热闹的街道 啊 这就是自由的气息啊 如果这个时候趁机逃跑的话 二 小姐 别跑远了 请不要离在下太远 不然很难保证您的安全 一 老爷特地吩咐了在下 贴身保护小姐的安全 还请小姐 不要让在下为难 可恶的幽黄 啊 居然派人监视我 哼 说什么是幽黄派来保护我的 明明就是来监视我的吧 没想到 幽黄竟然这么爽快 就答应我出宫了 这是玉佩和禁地里那条皮膊 出宫之后 也不能离身 这两样东西你拿着 那条皮膊不是金色的吗 哇 原来会变色啊 好厉害 发光 炫彩 奇彩 嗯 够了 够了 谨慎起见 今天 还是先到处踩个点 准备逃跑物资 老板 这个 还有那个 都给我包起来 这个世界的美食发展 实在是太低级了 想买些花椒八角 都得来药材铺 一共是五百灵珠 这 什么 怎么这么贵啊 小姐 你选这几味药材啊 那是数量稀少 这获取艰难的 五百灵珠买调料 也太亏了吧 有了 唉 真是可惜了 今日带够灵珠就好了 这些东西 加入到烤鱼里 可是能让烤鱼再香个十多倍呢 这些全要了 好嘞 我懂啊 这个 才是烤鱼的灵魂 老板 钱 忘了一天 收获颇风啊 还从小贩手里 买来了地图 先看看 呃 这 这是什么脑残玩意儿啊 快躺 快躺 乌鸦嘴 叮神棍来了 叮神棍 呼风唤雨太平常 拆颗星星脑袋层 家住东方不老岛 海山鲜薄事无乡 偶尔天上去逛逛 下的日月不放光 一口喝尽银河水 京岛王母 喊玉皇 如来问我何神圣 我到人间 冰算了 哎 难得今日我出门免费补算 怎么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嗯 这位小姐 我看你和我有缘 不如在下给你 阿姬 别吓到别人 嗯嗯 在下丁玄珍 乃幽国第一审算子 小姐可有兴趣 算上一光 不 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哎 唯 什么什么 哎 小姐先莫着急拒绝 在下算卦 从来一文不收 要是算得不准 还给您倒贴钱 行吧 反正我也闲着 你算吧 在下官小姐你偏停 偏停 哎 嗯 算出什么了吗 这 奇怪 怎么算不出来呢 既看不到过去 也看不到未来 世间怎会有这等怪事 这江湖骗子可真是清奇 瞎编都不会嘛 喂 先生 算不准就要倒贴钱 算不出来又要如何 这 这 嗯 嗯 在下虽然看不破小姐命格 但却算得出 小姐心中所求为何 眉目疏离 有当归之意 鵝间略暗 却是欲而不得 小姐是否想回所来之处 却无法呢 只是来处 真乃所来之处 死归之所 真乃当归之所吗 咦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若想拨开云雾见天日 北走百四十 南走五十 五有阁内 自有高人相候 他怎么知道 走 阿姬 我们去会一会那个高人 这就是那个算命的说的地方吧 看起来 不像什么正经店呢 就一个破玉镯子 居然卖一万 啊 况且我要买回我自己的东西 只要进了这五有阁 就是五有阁的东西 我乐意买多少就买多少 我 当然 五有阁也不会故意为难可观 只要你同意我给你算一挂 这玉镯 五有阁一分不收 算就算 我就当你放屁 算命底前 我看 你山根低线全国受下的组业平坚 这玉镯定是你夫人的嫁妆 你定是偷了夫人嫁妆送给外面的相好 必是你夫人问起玉镯你才发现 玉镯早让相好给卖了 你耳高不得眉尾三乱注定欺离死赛 这玉镯你拿不拿回去 夫人都会和你一排两散 而且你今日应堂发青出门币 矫中地雷头顶开花 你 你 你 娘亲 好人气 好准啊 这位小姐是第一次来五有阁吧 我掐着一算 小姐所求之事 极难搬成 不过呢 我五有阁无所不有 定能为小姐 排忧解惑 你就是骗我来这儿的那个算命神棍吧 呃 果然还是瞒不过小姐 在下乃五有阁阁主丁玄真 算命只是我的副爷 在下真心觉得和小姐有缘 担心小姐不肯来往五有阁 这才耍个小聪明将小姐引来 还望小姐莫要怪罪 谁和你有缘啊 你再不说实话 我就走了啊 我说 其实是在下给小姐算命 竟完全看不清小姐的命格 于是我就给自己算了一挂 发现今日龙德星斗 此街降临陆财贵人 财运大涨 而小姐你就是那个贵人 为防他人抢先 只能出此下策 将小姐引来 为表诚意 这五有阁里的东西 您随便挑 全当是在下送小姐的见面礼 这些东西与我无用 你宽我来此 可是承诺这里有我想要的东西呢 有的有的 在下怎敢欺瞒小姐 只是小姐所求之物 可不是能够光明正大摆出来的东西 若小姐真的想要 还请随在下一步后庭 在特殊的地方 做特殊的事 这个隔音阵法 一般在商谈商业机密时都会使用 您的随送随时可进入阵法 所以不必担心安全问题 啊 阿琪好像 不是很关心我在做什么 难道他不是来监视我的 经商之道 会在诚信 在下也就不瞒着小姐了 在下乃幽国黑市的掌控者 幽国内 没有我找不到的误件 打听不到的消息 今日得人族二公主月华殿下 立临毕阁 真是令毕阁毕生辉 在下三生有幸 你早就知道了 在下其实也是刚刚得知 人族幽族外貌并无差别 只是幽族之人身上会有幽器 公主殿下身上也有 但是在下却发现 幽器来自殿下所计玉佩 幽黄给的 说非在这阵法中 在下还真无法刊破 殿下人族的身份呢 当日公主殿下在城门口 对幽黄陛下大胆施爱 幽国上下都传得沸沸扬扬 在下真是无比佩服 不错 我确实是人族的二公主 不错 我确实是人族的二公主 只是 你说你是黑市的掌控者 我又怎知真假 这 那公主 想让在下如何证明呢 这个简单 你不是说 没有你打听不到的消息吗 丁老板何不先送我个试用小样 让我看看你的消息质量如何 好主意啊 那公主殿下想知道什么消息呢 我呀 只听一个消息就够了 我要 幽黄的隐秘情报 啊 怎么 丁老板很为难吗 不 在下就是觉得 你问我这个消息 还真是混对人了呢 不知公主殿下是想先听 所谓幽国之英雄 战神依齐渊的故事 还是 施血封皇的故事 我都要听 关于幽黄依齐渊的情报 我就先从最广外流传的版本开始吧 千百年来 幽族与人族战争不断 败多圣少 富饶的土地不断地被人族侵蚀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幽族只能靠紧存的贫瘠土地 苟延残喘 直到先皇幽五帝 一起守城纪委登基 在他与先皇后的治理下 幽国实力大增 于是先皇发动了说 会被人族侵占土地的战争 当时的依齐渊虽贵为二皇子 却仍奔赴前线 亲自上阵杀敌 年纪轻轻便立下赫赫战功 幽族奉其为英雄 人族使其为恶鬼 然而天不遂人蕴 在战争关键之际 先皇修炼触发了天法 受了整整九道雷型之后 先皇重生无法带兵 幽军只能节节败退 幽军溃败的同时 依齐渊却神秘消失 不知所踪 两年后依齐渊归来 实力大增 他重整齐族 以微族的帮忙大败人族 将盘踞在幽国领土的人族各国 驱逐出境 成功收回大部分幽族师弟 而后 先皇驾崩 以启元登顶幽皇之位 他巩固内政 修养生心 身受幽冥爱戴 幽军士兵更是对其无限崇拜 视其为幽族的 战神 上面这些 幽国境内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而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 恐怕不会有太多人知道 接下来是 誓写封皇的故事 依齐渊 杀了重伤的先皇 他对皇位第一计承认 自己的哥哥下手 大皇子重伤之后 连一逃离幽队 不知去解 而将他从小带大的恩师 掌孙元德 反对他寄人幽皇 被依齐渊亲手刺死 掌孙一族 被屠戮殆尽 幽国贵族内凡事反对他登基的人 皆遭血洗 一时间 幽都强违内哀鸿遍野 血流成后 尸山铺久登基路 这就是暗地中流传的另外一个幽皇 不知公主殿下 你信哪一个呢 既然是故事 那必定有真有假 不可敬信 倒是丁老板 对这两个故事 有何看法 在下从来只提供消息 不提供立场 真假自在人心嘛 不过丁老板 你就这么肯定 我有和你交易的筹码 不怕做亏本生意吗 这个嘛 各路消息 最难得的就是宫内讯息 幽皇陛下致下言明 很少有消息流出 公主殿下乃陛下近身之人 按指这一点 您就是所有商人 都想结交的对象 我确实有个消息 给丁老板 这个消息 不久之后整个幽国都会知道 但先机有多重要 丁老板定是比我更清楚 我要说的只有两个字 故事 这 我确实有个消息给丁老板 这个消息不久之后整个幽国都会知道 我要说的只有两个字 故事 这 这消息也太珍贵了吧 在下确实走运 公主殿下 您有什么想作为交换的 尽管说 我乌佑阁一定倾囊以赴 必不亏待 既然我给的是个消息 就和丁老板换另一个消息好了 蓝色彼岸花 丁老板可曾听闻 蓝色彼岸花 蓝色彼岸花之事 在下确实未曾听闻 亏得之前还夸下海口 说自己无所不知呢 实在惭愧 不过在下必定会尽其所能地去找 那我就拜托丁老板了 好 把这里吧 那是 小姐 是辣椒 丁老板 你之前好像说过 这屋里的东西都随我拿 嘿嘿 当然 此物能入小姐法眼 那是在下荣幸 那丁老板 咱们下次再见了 这是什么 我说 我只遇到过两个算不出命格之人 我只遇到过两个算不出命格之人 会是她吗 我哥 麻辣烫 都有着落了 她 和她 都能被你遇到 啊 真不愧是我的笨蛋地饼 呀呀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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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神族这帮家伙 过山 啊 小小姐 启离大皇子殿下 她们动手了 啊 啊 啊 阿剑 阿剑 你在哪儿 啊 这里 到底是哪里啊 脸处有声音 找到二公主了吗 没看见 去那边看看 好像走远了 你觉得这会不会 是那吴有阁主布置的陷阱 按道理 丁老板没有理由要害我 不过二公主过往扑朔迷离 丁老板是敌是友 还不确定 不过至少 她给的幽黄情报 不太像是假的 所以 这结界到底是什么人布置的 还猜不透 仔仔细细地搜 每一口水缸都给我翻过来 啊 糟糕了 糟糕 在那儿 玉土树 荆棘突刺 啊 怎么回事 江有华不是个不能修炼的废物吗 不灵锁 你把人 被蛇了 好不容易等到她离开右宫 有机会下手 没想到竟这么难颤 时间不多了 分头去找 务必拿下 好 刚才那边传来消息 有两个路人被牵扯进结界 弄死 免待事 我们的目标是二公主江月华 能活捉最好 但若是活都抓不到 死的也能交差 走 没想到 这批驳还有藏匿的功能呢 真是厉害 这里不安全 我们快走吧 这结界 果然是冲着江月华来的 什么活的死的 江月华到底惹了多少仇家 你说 这些人会不会是人族派来的 若真是人族所为 为何要大费周章的对付一颗弃子呢 难道说 江月华身上 还藏着什么需要被灭口的秘密 这 什么 在这里 啊 这下麻烦了 小金刚 我账户里还剩多少元力 好像只剩五十多点了 我 在这里 小金刚 我账户里还剩多少元力 好像只剩五十多点了 这么少 算了 先对付眼前再说 太好了 他们都被干掉 怎么还能爬起来啊 这种小孩子的把戏 别手软 哇 完 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啊 嗯 嗯 我留在苏莉莉身上的灵力被出发了 还有危险 圣女殿下就是在前面失踪 陛下 难道是 幽黄留在我脑海中的 那道灵力保护了我 陛下 陛下 苍雷密经凶险无比 还是得尽快 知道了 居然直接 将密经撕开了一个裂口 幽黄陛下的实力 果真恐怖 此入口能支撑三个时辰 你们圣殿的人 应该不会废物到三个时辰 都找不到人吧 陛下 你不 别白费力气了 大祭司 陛下要走 这世上又有几人能拦住 幽黄陛下和圣女大人 从小就关系淡薄 毕竟 当时谁也没想到 会是二皇子登上皇位 行了 快出发 圣女大人也是个不让人省心的 这里应该暂时安全了 刚才还以为要完蛋了呢 幽黄为什么 算了 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还是得先想办法逃出去 小点声 别把那些黑衣人给引过来了 我松手了 你别再叫了 你 你是 我叫苏莉莉 你呢 我叫 兰西 刚才情况紧急 真是不好意思啊 没 没事 都是我太大声了 你也是不小心闯进这里的吗 算 算是吧 好可爱啊 这是什么动物啊 是只小雷兽哦 小雷兽 这并是你养的宠物吗 不是哦 我今天在山林里发现它的 它受了伤 又十分怕人 我想替它疗伤 结果一路追到了个十分可怕的内境里面 里面好多可怕的怪物 真是吓死我了 它居然很喜欢你 别的人它都不让碰呢 那个可怕的地方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那是因为 因为有个好心的公子 对我失以援手 我们一起逃出秘境 回到街上 却又不小心误入此处 那位公子让我先躲起来 他却替我引开那些黑衣人 那么 这英雄救美的老套桥段 那 这位公子还真是个好人呢 嘿嘿 飘飘 嗯 大哥 没发现了 玉图树 等 等一下 啊 他是 是阮公子啊 哎 哎呀 阮公子 你没事吧 你有没有受伤 没 没事 就是刚才对付一群黑衣人 气力有些不足 刚才那一击 来得太突然 哎 抱歉抱歉 我刚才以为是黑衣人呢 没想到 惊悟伤了公子 嗯 儿 儿公主殿下 嗯 儿 儿公主殿下 您 您 您居然在这里啊 二公主殿下 太好了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 没想到在下这么倒霉的人 竟也有幸运的一天啊 这 这人谁啊 我认识吗 在下之前闭关出来 就听闻您远嫁忧果 您父亲北约王受小人挑唆 竟做出此等卖女求荣的婚庸事来 没能实现阻止此事 是阮母的过错 让您受委屈了 儿公主殿下 此番在下前来 定要将您从幽国救出去 跟我走吧 儿公主殿下 儿公主 苏姑娘 你就是阮公子不远千里 前来寻找的二公主殿下吗 还得多谢兰姑娘带路 否则在下 还不知找到何时去 真是太好了 阮 阮公子客气了 这姑娘 明显是喜欢阮公子的吧 表情都写在脸上了 不知道为什么 油容淡淡的难过 不行不行 怎么可以为这种事难过呢 哇 帅哥 你旁边的美女 都委屈成这样了 还不赶紧安慰她一下 你还在看哪里啊 啊 她在看 在看 我 打住 打住 stop 狗险剧情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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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玩自己玩啊 不要带上我 儿公主殿下 不要过来 冷静 冷静 这种情况 就要赶紧转移注意力 啊 这里太危险了 我们先出去 再说话吧 啊 说得对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赶紧去找阵眼 都听阮公子的 这个阮公子 肯定以前便认识原主二公主 可惜我继承的记忆太破碎 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在她面前 多说话定会露馅 待会一出结界 就找机会溜走 二公主身边还真是热闹 和情报完全穷异的性格 还有自信的程度 真让人感兴趣 二公主殿下 苏姑娘 说 你们是什么人 这个阵的阵眼在哪 张孙记 你不忠不孝 任贼作妇 竟然愿意当自己杀足仇人的一条狗 弥妇张孙氏 若权下有之 我爹叫张长贵 才不姓什么长孙 再问你一次 朕一眼 在哪 你真的 是二公主江月华吗 你到底 是谁呢 我 我是 北约国二公主 江月华 我讨厌这个世界 我讨厌这些人 明明是公主 却是个不能修炼的凡胎 果然 生母卑贱 生的孩子 难道还想背上枝头 变后吧 带走带走 正看着就恼心 纵静冷宫 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我可没有这样的废物姐姐 我讨厌这个地方 今日 三公主殿下身体不适 术实说 是冷宫有人八字冲撞了三公主 二公主 可别记恨奴婢 谁让您冲撞了三公主呢 让你冲撞 别 谁让您这么晦气呢 让您晦气 这个讨厌的院子里 还住着一个奇怪的女人 不过是个低贱的武器 靠着狐媚之术诱惑身上 结果怎样 生的女儿还不是和自己一样卑贱 这个女人 一直安静地坐在那里 背对着我 从不看我一眼 不过是个低贱的武器 靠着狐媚之术诱惑身上 结果怎样 生的女儿还不是和自己一样卑贱 这个女人 一直安静地坐在那里 背对着我 从不看我一眼 或许 对小孩子来说 母亲就是这样的吧 女人又生下一个男孩 修炼天赋卓月 女人一直抱着她 女人又生下一个男孩 与她说话 一直笑着注视她 一直看着她 一直看着她 一天 那两个讨厌的女人来了 他们带走了男孩 皇子 皇子只能由本宫来养 女人不停地哭 哭得让人心烦 终于 女人不哭了 第一次 看向我 都是你的错 你就不该活在这个世上 阿昭 我讨厌她 阿昭 她整天喊男孩的名字 阿昭 丑的人没法睡觉 她不叫阿昭 她叫江文佑 是皇后生的嫡子 你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算你死了 她也不会来看你一眼 这是母亲 第二次正眼看我 他们说 她会下地狱 可这里 不就是地狱吗 现在地狱 只有我一个人 好无聊啊 厉害的人欺负不了 那就欺负弱小的 神族奴婢死了太麻烦 那就去折磨死了 也无人管的异国奴隶 我不知在地狱中 走了多久 直到有一天 一束光 突然照进这死期的黑暗 从来没有人 那样温柔地对我说话 眼底没有丝毫厌恶地看着我 那光 是那么的耀眼 那么的温暖 我小心翼翼地 将腐烂 不堪地自己藏起来 只为了向那道光 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我尊贵的宝妹 三公主 只静静地看着我 那目光 让我恐惧 不久后 我被刻着罪的恶鬼抓住 他们把我关进一个奇鬼的容器里 每天 每天都有奇怪的容液被倒进来 体内的剧痛逐渐加剧 无法喊叫 无法挣脱 无法挣脱 好痛苦 我要疯了 哪怕现在杀了我 都是解脱 死不了 为什么我死不了 沈云 沈云 我也罢 救救你 让我解脱吧 您的愿望 已收到 原来人族对付 一奇渊的秘密勇气 是这么来的 这一劲 确实江月华无疑 不对 这江月华还是很可以 尤其是最后那道声音 愿望 什么东西 这 这 这是 金色的声音 果然是他 不能让他和亚亚奴在一起 绝对 醒醒 你不是江月华 对啊 我不是江月华 我是 朱莉莉 我是不小心掉进了湖里 才穿越到这个世界的 你与尘世 已然身死 人你责任未尽 旧债未尝 特与残躯 赐辱兴生 还债常恩 切勿相忘 死去的一瞬间 我好像听到了这两句话 这是 哪里啊 你不是苏莉莉 你 你在说什么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快想起来 你要我想起什么 快想起来 那个人 那个 人 幽华 依岐渊 这里 又是哪里啊 为什么感觉 好熟悉啊 这张 我今生都不会忘记的脸 两年前 幽城宫围内 我们曾见过面 记得吗 天道 神女 无奈幽国第八代君王 依其守城第二子 依其冤 今日特来 保杀府之仇 哟 这不是御幽使大人吗 大人不好好 待在自己地盘上 跑到妾身的结界里 做什么 难不成 御幽使大人 对妾身 有什么别的想法 不敢不敢 我怎敢来 打您的主意呢 我这不是来 帮您抓猎物的吗 能看到 过去经历的回溯镜 依其末 你到底打的 什么算卖 第一玉是 亲自来抓的猎物 在下只是好奇而已 我感觉幽黄 马上就要到了呢 陛下 陛下 不好了 二公主她 那些是我的记忆吗 是我杀了依其渊的父亲吗 我杀了 我杀了 不对 莉莉 是 你受伤了 没有 我就是被动太久 脚麻了 我自己在地上坐一会儿就好了 坐下吧 拿着脚 不 不用 多谢陛下 有幽魂 他在担心我 能一招披裂姐姐 随手召唤出蓝血金藤 没猜错的话 你就是幽魂一气冤吧 你强娶二公主 在下是来要人的 想 想起来了 他是炎华宗仙尊首席大弟子 阮少威 人族修仙者年轻一辈的翘楚 无数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温柔和善 为人正义 就是有点耿直过头了 他估计还不知道 江月华 早就因他而死了 喂 耿直老哥 你在干什么 作为人族修士 你是偷溜进幽谷国境的喂 在幽魂面前 这么理直气壮地跳出来 真的好吗 圣女 蓝月夕 你不是在苍蕾秘境吗 怎么在这里 啊 阿渊哥哥 哇 原来蓝姑娘就是圣女啊 我们现在的阵容 是不是有点过分微妙了 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啊 我们四个人的关系 好复杂 幽黄和圣女轻为竹马 按理来说 应当相互喜欢才对啊 可现在 圣女似乎喜欢上了救过自己的阮绍威 而阮绍威 似乎对二公主有特殊的执念 结果身屁二公主马甲的我为了活命正扮演幽黄的迷妹 我们四个人的关系好复杂啊 我的战力 喳喳 犹如案板上的鱼肉 假装迷恋幽黄 幽黄 战力 黑洞和圣女是未来的夫妻 圣女 战力 若需要被保护 暗恋阮绍威 阮绍威战力 强 能够打过黑衣人 是幽黄情敌 大概喜欢二公主 再结合各自的战力数值 目前的结局 只有一个 苏黎 王 阮绍威 王 圣女 被俘 敢勾引我的女人 找死 连你的心上人一起死吧 幽黄一齐渊 是 不行啊 绝对不能发展成这样 幽黄一齐渊 交出二公主 不然 别怪在下不客气了 笨蛋 住嘴啊 还嫌咱们死得不够快吗 二位冷静啊 你们听我狡辩 也是啊 这小雷兽怎么了 啊 奇怪 为什么会有种熟悉的感觉 啊 怎么 突然有点晕啊 怎么了 那 那是 头好晕啊 你 你干什么 快放开二公主 阮公子 阿季 属下在 送圣女回圣殿 拿下那个人族修饰 告诉人族 备好钱 把她赎回去 站住 你要带二公主去哪里 阮公子 你的伤 剩余印记 怎么突然被激发了 莉莉你没事吧 我落水穿越 不是个意外吧 什么系统 回地球任务 都是咱有预谋的东西 对吧 你到底 是谁 小宁高 这个问题超出权限了 秦 不过 系统确实是为 莉莉你而制作的 就连我 就连我 也是专门为了守护莉莉 还创造出来的呢 不管你信与不信 我对你完全没有敌意 更多的秘密 需要你亲自去解开 我是没有全心透露的哟 我 关于地球生活的记忆 是真的吗 那当然是真的啦 那 那那个金色虚影 让我看到的记忆呢 也是真的哦 可能会让你有些混乱 但你看到的 都是真的你哦 不过莉莉 你也别被那些乱七八糟的回忆束缚 你就是你 保持你现在的样子就很好了呢 还用你说 那是 阿晋 阿晋统领 怎么这么晚了 还在练剑啊 二公主殿下 您不是睡了吗 吵醒你了吗 我马上换个地方 没有没有 我是自己睡不着 出来的 练剑练这么晚可不好啊 得劳逸结合嘛 之前 幽黄陛下命令我 要保护好二公主 可我却接连失败了两次 我太弱了 我必须变得更强 绝对 不会再有下次 对了 阿晋统领 今天街上 你替我买的那些东西呢 差点给忘了 在这里 给 用玉土树 整理整个后院 还真是方便 今日去街上买的种子 都种下来 对了 阿晋统领 今天街上 你替我买的那些东西呢 差点给忘了 在这里 给 用玉土树整理整个后院 还真是方便 让我试试 之前抽奖外楼的能力吧 生长 树 好歹这也是三千多元力 抽出来的能力嘛 其实 第一次和阿基见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看着好像不太聪明 这次 我坑了不少阿基的东西呢 怕是把他半年俸禄都花掉了吧 你不会那时就算计上他了吧 没有算计 我们哪有今天的丰收啊 你好可怕 算了 看在大丰收的份上 就对他好点吧 放点辣椒 哇 好香啊 再撒点自然 阿基统领 稍微休息一下吧 有你最喜欢的烤鱼哦 我不吃 我爹说过 烤鱼是奖励 我失败了两次 不能吃 这可不好办了 我烤了好多食物 你不吃 就会浪费 为了杜绝浪费 只能我自己把它们都吃完 我吃得太撑 就会拉肚子 拉肚子导致身体变差 容易头晕摔跤 如果我摔跤受伤 那阿基统领保护我的任务 不就又失败了 好像很有道理 看吧 我就说他脑子不太好使吧 嗯 虽然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 但是吃鱼真的好开心啊 多吃些 这里还有很多哦 嗯嗯嗯 反正都是花你的钱买的 嗯嗯嗯 你这么喜欢吃烤鱼 是以前有人常跟你做吗 嗯 我爹 他以前经常烤鱼给我吃 后来他死了 就没有人给我做烤鱼了 啊 似乎问了 不该问的问题啊 哦 对了 这个给你 这是传照符 上面有我的精血 随时能够传照我 他也能给你挡一次伤害 我不能白吃你的鱼 阿基 啊 你想不想和我学烤鱼 这几个月的财政报告出来了 得好好核对核对 最近好像都没有看到阿基 是不是去出任务了 还有二公主那边 朝中有几个臣子似乎有些不满 不过 烤鱼之前 要把鱼的内脏都去掉 啊 是这样吗 嗯 阿基的声音 嗯 嗯 对 然后用姜 你们 在干什么 啊 是国师啊 嘿 快来一起吃烧烤啊 烧 烧 烧什么 呃 不 不了 在下还在工作 老板娘 买上 来了来了 不是我说这国师这这这这太不是人干的活了每天那宫文堆得跟山一样高还要在朝臣和圣殿之间周旋头发都要干什么呀 都掉光了呗 是 是 还有这个阿基 满脑子只有练剑练剑 幽宫里想找个人聊天都没有 我是大人以后可以来找我聊嘛 大人能者多劳能为幽黄陛下办事多少人都羡慕不来呢 幽黄陛下别和我踢他击到他我就来气 你见过哪家陛下老是连士兵都不带自己充身杀敌的 那群老真还一个家骂我不阻拦陛下 我拦得出个鬼哦 他们还整天让我催促陛下娶妻纳妾 圣殿也天天要我撮合陛下圣女的关系 跟 陛下就没让女子接近自己少于三米过 可圣女殿下也从小就关系不好 陛下要是肯听我一句我就烧高香了 陛下要是肯听我一句我就烧高香了 要不是二公主你 我都怀疑陛下是不是有什么隐积了 是吗 不知道国师大人怀疑孤有什么隐积啊 陛下我还有功我没走完我先走了 好久花 这 要 要来串烧烤吗 好像 怎么样 不要 吃了我不就成专门来抢下属吃食的人了吗 你以为姑会对这种东西感兴趣 等你有上得了台面的东西再拿出来吧 居然 敢嫌我的烤肉上不得台面 这样啊 我明白了 那好了 正宗四川麻辣火锅 绝对撑得住台面的大菜哦 陛下 快尝尝吧 好像 怎么回事 舌头好痛 喉咙好像被灼烧了一样 身 身体突然开始发热 这该不会是毒 这辣味好爽啊 什么 他居然没事 太痛快了 真不愧是只有最厉害的人 才能吃的东西 陛下这么厉害 肯定很喜欢火锅吧 这点程度而已吧 有什么好厉害的 陛下喜欢就好 这下知道厉害了吧 看你刚才不是挺威风的吗 好像 我做过头了 这是我特别调制的牛乳茶 没有腥味哦 很好喝的 您尝一下 好喝 喝了以后身体就不难受了 陛下感觉如何 好瘦些了吗 还想喝的话 我还有很多哦 或者 你有什么别的想吃的 也可以和我说啊 来一杯 他果然 是喜欢我的吧 脏牙 快来吃鱼鱼火锅 你得先吃清汤里的 在碗里加一些红油就好了 这红锅里辣椒 可是特别特别辣的哦 你第一次吃辣 不能一下子上这么猛的量 不然 会被辣成猪头的哦 好 好吃啊 但怎么觉得 哪里不太对劲 猪 猪头 陛下 您怎么了 我 我有个朋友 有个女孩 曾经和她表白 说喜欢她 可她却觉得 那个女孩对别人 比对自己更好 你说 那女孩是真的喜欢她吗 那个朋友 其实就是你吧 所以那个女孩是 二公主 说出来我会死吧 回陛下 微臣认为 那女孩 应该还是喜欢您朋友的 对待旁人好 可能是出于礼貌 或是出于友谊 陛下好不容易 对一个女性 如此感兴趣 觉得要稳重 至于您朋友 可能在女孩心中 太过威严 所以女孩也不敢 对她太过亲近 哦 那要如何 才能变得更亲近些呢 书上说 送一些女孩子 都喜欢的礼物 能够拉近 两人之间的距离 是我 蓝姑娘 圣女殿下 苏姑娘 你一定要帮帮我 我找到包软姑子 逃离幽谷的办法了 啊 二公主殿下 您醒了 奴婢替您更衣吧 嗯 好 计划 要开始了 二公主殿下 您醒了 奴婢替您更衣吧 计划 要开始了 这几日 我虽被禁足 但还是打听到了 阮公子在何处 我能将阮公子救出来 但若要回原族 必须通过横跨两族的秘境 苍蕾秘境 所幸苍蕾秘境 将在明日正式开启 届时 我会乔装带着阮公子 混入秘境 而李李你 自驾帮圣女参加祭奠 帮我们吸引出阿云哥哥的注意力 这个 是圣女的标记 上面附着了我的灵力 足以以下乱针 抹上这个药水 头发能变成和我一样的颜色 明日的礼服 我也准备好了 阮绍威 好歹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愿意闯入幽国 就将月华出去的人 非一人时 也算间接救过我吧 不能不帮他们 阿公主 今日要去参加密剑开启仪式吗 想要乔装 就得先把丹瑞丹雪给支走 两位姐姐 能帮我办件事情吗 殿下的蔬菜长势可真好啊 是啊 多谢你们来帮忙 不就是五十斤木柴吗 我一人足矣 姐姐 你留下照顾公主殿下吧 大 大意了 没想到修仙界的女孩子 都这么猛啊 也不知道公主殿下 这次会做什么好吃的 这不行啊 你已经开启的时间快到了 手背上痒痒的 蜘 蜘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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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些了吗 我最讨厌蜘蛛了 正巧可以用这个借口支开他们 我想休息一下 你先出去忙别的吧 嗯 公主殿下 幽黄陛下 给您送礼物了 奇怪了 幽黄没事送我礼物干什么 诶 这什么东西 哇 好珍贵的感觉 诶 拆开来看看吧 省给你们 zab beschäf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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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童猕 啊 一童猕 哦 人都 union 陛下ötuaoud 救命啊 二公主晕过去了 本次苍雷秘境开启 各族均可派优秀弟子 参与试炼 名列前茅者 将会得到丰厚奖励 以及幽皇陛下的亲自指点 圣女 蓝月西道 是圣女大人 快看哪 终于还是赶上了祭典 该死的蜘蛛 差点魂飞魄散了 怎么这么慢 一事要开始了 是故意的吧 这个火 绝对是故意的 保护我让它吃超辣火锅 弄个大蜘蛛欺负我 很得意是吧 今天的仇 你最好给我记着 总有一天 怎么了 没 没 苏莉莉 她在这里搞什么鬼 没认出我吧 没认出我吧 就 就是有点乏了 有阿渊哥哥 不必担心 没事就行 这称呼倒是不错 还好门混过去了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算了 姑也不想自己地盘里 留着一只耗子 救出那人族修士的方法 何其多 偏用这种方法 半成圣女站在我身边 难不成是想 多和我待久一些 是因为那个礼物吗 国师的法子 果然好事 吓 吓死我了 突然看过来 还以为我在心里骂他 被他听到了 秘境开启后 试炼开始 五日后再次打开 诸位参赛者 可以进入秘境了 阮公子 我们走吧 好 小雷尚 这是哪里来的怪物 快拦住他 花少圣女冲过去了 圣女被卷入秘境之中了 诶 这 什么 苏莉莉 金色的碎片 这 这是 小雷尚的记忆碎片吗 我这是 在哪里啊 秘境果然对修文压制的厉害 幽黄出现在秘境里 怕是会有不少魔法 还是用苏莉莉这个身份好了 话说 明明苏莉莉的气息 就在这附近 怎么没看见雷尔 哦 苏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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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里啊 别怕 抓紧罗 没有 呜 哼 蛤 蛤蛤零莉 等等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朋友 总是有很多秘密瞒着你 你该如何问出他的秘密呢 这个嘛 苦 肉 忌 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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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你伤到哪里了 国师这法子好像有谢 我没事 得弄得逼真一些 能及时救下你 真是太好了 我差点以为 我要失去我最信任的朋友了 她怎么没有反应啊 把衣服脱了 诶 等 不要乱动 我有很多的绷弹和伤药 别担心 我马上帮你止血 只 只要把血止住 安心 为什么止不住啊 我玩过头了 桑雅 对不起 快 快别哭了 我 我没有伤得那么重 血已经止住了 真的 你救了我那么多次 还当我是最信任的朋友 我对你却一句真话都没说过 我对你说的那些话 都是假的 我才不是幽黄的什么迷媚 我其实最讨厌幽黄了 你 你说什么 桑雅 有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 今天 我一定要告诉你 你和幽黄之间 是没有结果的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放弃吧 虽说奶奶CP很好课 可桑雅 你对幽黄的爱 其实是因为害怕而欺骗自己啊 你 你觉得我 喜欢幽黄 我知道 这很难承认 但这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无论怎么样 我都会站在你这边的 桑雅 你永远 都是我的好姐妹 苏莉莉出去采药了 怎么 会变成这样 最讨厌幽黄了 这个幽黄是没有结果的 你不认识我的好姐妹 炸它 再炸一根 我需要时间理一下思绪 早知道就不假装受伤了 这是什么 难道是苏莉莉养的灵兽 一副蠢药 一点都不强 一副蠢药 一点都不强 大老远就闻到一股熟悉的气味 果然是你 果然是你 大老远就闻到一股熟悉的气味 果然是你 一副愿 一副愿 在这里遇见你 可真是天主不羡 这么多年的恩怨 今天终于可以了断了 静山妖王 真不愧是你啊 一副愿 即使进入了能压制你力量的秘境 也还是那么狂妄啊 你这种人 什么都不记得 也什么都可以遗忘 不过没关系 你就这样 给我莫名狗贝的臣死吧 我哥你很熟吗 莫名其妙的疯子 发生什么事了 莉莉 快离开这里 桑鸭呢 她丑家打上门来 桑鸭把她引走了 打动的声音会吸引其他人来这儿 我们得赶紧换个地方 这秘境中的封印之地开启在即 把赶靠近这里的人都清理干净 若是出岔子 本宫定饶不了你们 是 大师兄也真是的 非要在这时候去救那小剑 三公主殿下 这附近发生过打动 但人已不在 三公主 该不会是 妖魔 我 江月华 你居然在这里 真巧啊 本宫刚刚才提到你呢 奇怪 大师兄不是失败了吗 你怎么还会出现在苍蕾秘境 这个人 就是三公主 果然和回忆里一样恶劣啊 听刚才的话 似乎恨不得弄死我 必须逃走 但周围 都是她的手下 看三公主自信的样子 她是从未把我放在眼里 对她来说 我 还是那个不能修炼的繁区 这是 活命的机会 你还是那个骄傲跋扈的样子 你如此粗鲁地对待我这姐姐 就不怕你钟情的大师兄 阮公子看到了 不厌恶你吗 江月华 许久不见 出息了呀 你以前可是连抬头看我都不敢 现在居然敢用阮师兄威胁我 你不会以为 有阮师兄作为倚仗 就可以嚣张了 可惜 阮师兄不在这里 我可是阮师兄最疼爱的小师妹 无论我做什么 他都会迁就 就算我在这里把你杀了 只要将尸体处理掉 也就只能当作 你被野兽吃了 谁说我倚仗的是阮公子了 姐姐我现在 可是幽黄陛下的宠妃啊 你不过是给我替价的假货 还敢拿幽黄炸我 说实话姐姐还要感谢你 让我替价来幽魂 若不是你 我又怎能放上幽黄这棵大树 麻雀变凤凰呢 陛下非常关心我的安危 特地在我身上留下一道灵力 若是我死在妹妹手下 惹陛下生气的后果 会有多严重 说得我都快信自己是幽黄宠妃了 你 三公主殿下 属下 确实听过蕾斯传闻 姐姐真是好手段啊 怪不得阮师兄会被你骗得团团串 不愧是剑壁生的女儿 全生就是到处勾引人的下剑胚子 既然你已经攀上幽黄这个高枝 那就更不能 让你活着离开 我就知道 从一见面开始 你就没打算让我活着离开吧 你还不算蠢吗 动手 什么 陷阱 你觉得我为何跟你废话 只是玉土树挖大坑需要时间 他什么时候会有法术了 也得意的太早 妈呀 什么玩意儿 这是 幽黄留在我额头的灵力 居然还能用 这么强的护体灵力 真的是幽黄 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 啊 成功 趁他们没反应过来 赶紧逃命要紧 趁他们没反应过来 赶紧逃命要紧 我 我 我 怎么这么快就上来了 你 你这个贱女人 借开 借开把本宫 都得如此狼狈 贱人 我亲手宰了你 师妹 原来你在这里啊 我在约定地点没有见到你 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你怎么了 为何 为何如此狼狈 没事 就是刚刚解决了个小麻烦而已 你脸色很差 是受伤了吗 没有没有 就是有些疲劳 要是大师兄 你怎么到现在才过来嘛 人家等你等得好无聊啊 是阮少威 只要让他发现我 就有救了 有好戏看 江月华 算你走运 等我把大师兄织走了 对了小师妹 我给你介绍个人 这是我在幽国的朋友 我叫蓝月希 月希 这是我的小师妹 江灵月 虽然有些任性 其实是个心理善良的孩子呢 江姑娘好 灵月是我的小师妹 月希 你以后也叫她妹妹吧 嗯 灵月妹妹 灵月 怎么不叫你月希姐姐啊 这密集好像在针对我一样 修为压制的厉害 灵月的心态维持不住了 但那自暴击的压制 倒是很少 苏莉莉那边有危险 不能再耽搁了 怎么不逃了 你不是 我才能够饿 我才能够饿 你真正不安 我不能逃了 你就是如此 那我会让我来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好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 我没有用力啊 我只是想吓他一下 没有可能将他打晕呢 师兄 我真的没想过要下重手 哪有鞭子一碰就晕过去的人啊 他一定是装的 他想骗取同情 师兄 你要信我呀 我当然相信你了 师妹 对吗 我明明什么都没 是我让他晕过去的 毕竟月夕心性单纯 接下来的事 可不能让他看到 师兄你在说什么呀 你 你干什么 为什么对其他事会动手 可算能换衣服了 三公主殿下 您侍卫的衣品可真是糟糕 摘罪楼玉坤石下击 参见尊主 凌月 你知我为何带你来此吗 这封印之地的开启 需要天道血脉的献祭 而师妹你 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阮 阮公子 是摘罪楼的楼主 这是什么剧情啊 师兄 你在跟我开玩笑对不对 故意想逗我 凌月啊 其实我挺喜欢你的 你修为不错 身上还有一丝天道血脉 又是北越国得宠的三公主 骄张跋扈 心狠手辣 还蠢笨无比 真是好用得很呢 我不相信 这不是真的 你明明发过誓 你发誓说你爱我 对我此生不渝的 对我是发过誓 可惜啊 天道早已雨落 谁还会把誓言当真的 你要怪 就怪你的天道血脉 不如蓝月西的多吧 否则现在死的就是他 不是你 真 你的死能对我有这么大的帮助 你该高兴才是 师妹 天哪 江临月 就这么死了 一直欺压你的恶毒妹妹死了 你开心吗 小月华 小月华 没想到你居然能活到现在 真是让我很惊讶 明明是本尊 亲自调配的完美药衣 居然完全没有起到作用 你感觉很不一样了 以前你眼里都是 是挣扎在阴沟里的人 独有的浑浊 绝望和罪恶 可是现在你的眼神却很清澈 这不该是你能拥有的目光 很好奇 到底出了什么岔子呢 这就是阮绍威的本来面目吗 江月华的死 恐怕阮绍威才是这一切真正的主谋 这个人非常危险 小畜生找到了吗 回尊主大人 在这里呢 小雷兽 他这是想要保护我吗 真稀奇 这小畜生居然会护着你 这么说来 你还是被这小畜生 卷进觅进来的呢 有意思 禁地的封印启动了 小畜生 该你上场了 不愧是封印之地的守护兽 用来挡劫雷可真是方便 没时间了 真是可惜 我要带圣女月曦走了 小月华你这么有趣 本尊却不能亲自调查 夏姬 务必查听她身上的秘密 弄清楚后 就处理掉吧 准备好了吗 二公主殿下 姐姐我啊 可不像韵幽 史伊奇末那么温柔哦 苏丽丽 沉溺于不愿醒来的美梦之中 一点点的被吸干 多么美丽的死法啊 你说是不是 游黄陛下 真头疼啊 现在妾身和陛下的修为 都被压制到了同一水平 就算是明镇天下的幽黄陛下 也没法马上杀掉妾身吧 妾身能慢慢陪您玩 月华小美人可等不起啊 那么 您要怎么办呢陛下 哼 什么 这不可能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会 我确实没有时间跟她好下去 我确实没有时间跟她好下去 亏灵阵 不仅能窥探秘密 还会慢慢侵蚀被害者的精神 快速救出苏丽丽的方法 只有一个 那就是主动进入梦境里 把她从里面救出来 这里是我的房间 家里没人 老爸是出去上班了吗 嗯 我好像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心里空荡荡的 好像有一股强烈的欲望 太幸福了吗 感觉好像很久都没有吃到这些东西了 好 好 莉莉 你太夸张了 吃太胖会找不到男朋友啊 对了 莉莉 你从没告诉我们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呢 大概是那种 又温柔又强大 帅气 还有白发 嗯 白发 这世界上哪来白发帅哥嘛 白发的就有老爷爷哦 我 为什么 你是否觉得 自己遗忘了 很重要的事情 你 相信前世吗 小姑娘 哦 前 前世 在既非前世 亦非今生的夹缝里 白色的恋人 一旦相遇 便换你名 只真转到十二点的眼睛 两个太阳 燃烧世界 信任 才是梦醒的钥匙 他 他在说什么 哎 八师 你看我怎么样 你会孤独终老 下一个 是 得尽快找到苏莉莉才行 奇怪 人族境内 有这样的领域吗 窥灵阵 是根据兽术者经历过的真实世界 构筑的梦境 苏莉莉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下麻烦了 这个世界居然不能使用灵力 我所知把人带出梦境的办法 可能没法用吧 好帅啊 啊 帅哥你好帅啊 你是哪个大明星吧 你能不能跟我们喝个饮啊 什么 啊 快看啊 这一个大明星 好帅啊 请给我签名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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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情况啊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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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意识人若是受伤 苏莉莉的精神也会受创 只能用头的了 啊 苏莉莉 哪 说 帅哥呀 我同意你的出魂了 我们在一起打呀呀呀呀 哈哈哈哈 放 放手啊 可恶了我 苏莉莉 你在哪儿 前面的通缉犯 你是跑不掉的 立即投降 哦 怎么好像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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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莉莉 一旦相遇 苏莉莉 变化你名 我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想到了这句话 心脏跳得好快啊 身体里 渐渐伸出一种奇怪的情愫 一种非常强烈的 唐正月 哎 哎 哎 为什么 我我 我正被想要逃跑的 哎 站住啊 别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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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问你呢 苏莉莉 你别过来啊 不然 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记得什么啊 我根本不认识你 我好痛啊 喂 你怎么 啊 肯定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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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的 или肯定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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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的 你 嗦 苏莉莉 你听我说 这个世界 不是 xen 我这是在哪里 好奇怪的房子 好奇怪的房子吗 你醒啦 那个 你头上的伤口 我已经给你处理好了 你要吃西红柿鸡蛋面吗 刚才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我还以为你是坏人 快没时间啦 苏莉莉 这个世界并不是真的 这里只是你的梦境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不然真实世界的 你会有危险的 这样啊 我知道啦 我先去房间里准备一下哈 您先吃面 吃面哈 是我的错觉吗 他看我的眼神 怎么怪怪的 他不会相信你的 谁 这个世界 是他最熟悉的样子 听觉 味觉 嗅觉 都没有任何破绽 对他而言 你的世界 才更像是假的 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再不想办法带他出去 你们两个都得死在这里 师兄 怎么办 我把精神病带回家里了 哎呀 爸爸怎么还不接电话呀 月薪 快醒醒 嗯 不应该是 就像是 他们来说 我说 感谢观看 你到底是谁 我们见过面的 不记得了吗 宜齐渊 或者是 桑亚 放轻松点 年轻人 虽然我是黎黎的守护兽 不该说的 我可不会多嘴 比起这个 你更应该在意现今的处境才对吧 你所知的破阵方法 在这个世界无法使用 送你这个 上面有咒术 可以专门对付那些影怪 有它 外面的意识体人 便不会特别在意你 苏黎黎意识中的人 为什么会在意我 反应还很奇怪 这个嘛 那些意识体人 都是苏黎黎前意识里对你的态度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你还是问问你自己吧 时间不多了 有人已经给你们留了一线生机 唯一的生路 就在 怎么办 已经打了十多通了 老爸就是不接电话 要不要报警啊 警察叔叔 他是精神病 警察叔叔 他是精神病 不行不行 不小心 就会把我自己送进去啊 得想个办法 把它骗出家门 带到人多的地方 然后趁机开溜 我 用什么油头呢 苏黎黎 游乐园在哪里 我们必须马上去 为什么 为什么要拉着我的手啊 这里人多 别走丢了 拜托 快让我走丢吧 可恶 这样根本跑不掉啊 看看能不能按事 求助路人帮忙 好可爱呀 年轻真好啊 免费情侣祈求 小姐姐拿好呀 哥哥 买束花给漂亮姐姐吧 不是吧 我们被误会成情侣了 这花 从未见过 还挺好看的 苏黎黎 喜欢吗 喜欢的话就送你了 你 你知道这花含义是什么吗 是什么 就 就是 这里免费充益情侣照片哦 小情侣真是可爱呀 我们 不是 小姑娘多害羞了 情侣照片是什么 快走 快走啦 不行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不能被美色蒙蔽双眼 她是个脑子不正常的 苏黎黎 您是不是找到阵法的出口了 有了 验她去坐过山车 等她坐的晕头转下 就可以趁机逃跑了 苏黎黎 你还好吗 不太好 要不要喝点水 为什么 这家伙一点事情都没有啊 你先坐起来缓缓 我以前刚去遇见飞行的时候 也不太舒服 你坐在这里等着 我去给你找点水 她 服了会说些听不懂的话 其实还是挺好的嘛 怎么头又突然痛起来了 不要祈求了 鞋 鞋 什么 苏黎 那是什么东西啊 和今天见到的那黑鹰好像 那是影怪 阵法中专门吸食镇中人惊慌的怪物 苏黎黎 我知道要让你相信 这个世界是假的非常困难 可是你仔细想一想 你的世界里 真的会有影怪存在吗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只有你 才知道这个世界的出口在哪里 我 我怎么知道 等等 难道是 出口在那里 勒约摩天轮 天空之眼 快走 摩天轮 被关闭了 爬上去 我背你 他们跟着爬上来了 白色的恋恋 一旦相避 变换你了 指针转到十二点的眼睛 应该就是这里了 摩天轮的顶点 两个太阳 燃烧世纪 好美啊 她 是真的想要拼尽全力救我 出现了 窥灵阵的裂锡 这 真的有道裂锋哎 走吧 跳下去 哎 傻子 哎 跳下去 疯了吗 会死人的 哎 好 好多影怪 不会有事的 只要跳到裂锋里 我们就能出去了 相信我 哦 她的眼神 让人觉得很安心 感觉 我们好像早就认识了一样 杏仁 以后又不是见不到 我辛苦养大的女儿 伤感一下怎么了 臭猫 你赶紧回到 莉莉身边吧 好好守着她 把那臭小子给我盯紧了 还要再敢亏待我家闺女 就给我等着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刘雨薇 《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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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的事情 抱歉 你讨厌我是应该的 哎呀 現在 就別關心这些了 沒想到 你竟然活著出 昆凌阵了呀 假二公主殿下 看来幽黄对你 真是用情至深啊 阮绍威 梁姑娘呢 你把她怎么样了 她好得很啊 你还是多担心自己吧 这苍蕾秘境 就快撑不住了 像二公主这么有趣的人 本来还想顺路 把你带回去研究的 看这情形 在下应该是 带不走你了 最后 在下再送你们一份礼物吧 不对 这不是攻击 是幽冥之气 这会加速我组织的暴方 他一个人族 哪来这么纯粹的幽冥之气 那么 我猪二未完的愉快 再会 陛下 陛下 好浓的幽冥之气 果然苍天有眼 以启元 你也有金钱 狱土兽 什么人 是把我卷进秘境的大狗 小 小雷兽 好重的伤啊 都是那个软烧未干的吗 啊 莉莉 看那边 哦 约黄身体里涌出来的 就是蓝色彼岸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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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雷兽 快冲进去 解开约黄诅咒的机会来了 只要拿到那朵蓝色彼岸花 啊 发生什么事了 那 那是什么 啊 不 不可能 难道 是他 回来了 啊 啊 不行了 根本就打不过嘛 不打了不打了 你本来就打不过我 还来找我对决 快让开 我要继续练剑了 哼 哼 你不许练了 我要你陪我休息 放手 陪我休息 你放不放 不放 就不 两位皇子的关系可真好啊 一其末 二皇子 救命啊 本就是天赋一营 这些年的剑术 更是进步迅速啊 自从二皇子 亲眼目睹王后被摘罪楼刺杀后 就变得沉默寡言起来 他总是将母亲的死 归结于自己的弱小 这些年 他没日没夜地拼命练剑 常常练得浑身是伤 我不想 再看着至亲之人 死在眼前了 现在也只有大皇子 能让他稍微放松一些了 让他变得活泼一点 一其末 你找做什么 陈正像是一个少年 这些年 是我太无事了 给我站住 陛下这是哪儿的话 站住 人族大军进犯 这些年入非陛下亲自带兵抵抗 有足何来今日的安宁啊 人族军队那边似乎派出了尊者修士 而我幽族因为血脉束缚 无人能够突破修炼的最后一道关枪 与人族的决战 怕是不太乐观啊 无法突破最后一道关枪 那可未必 这一战 幽族 势在必行 给不给我 臭小子们 父皇 父皇 师父 行了行了 拿去吧 你到了可以承受它的时候了 这是父皇的优玄剑 父皇 人家想礼物 您看上次 我苏诗宴炸的那半座宫殿 赢了 我们赢了 优皇陛下 祭拜仁族尊者修士了 仁族全线退兵了 这 这是 陛下周身突然灵犀大胜 难道是 要突破最后一道关卡了吗 可是我族不是有血脉封锁 无法突破的吗 父皇 父皇 不愧是骊人最强优皇 优皇陛下万岁 优皇打破啊 优皇陛下万岁 优皇陛下万岁 为什么心里总有种不安 别想那么多了 要相信父皇 那是什么 是剑雷吗 这劫云怎么看起来有些奇怪 大家往后撤 别被捂嘴了 别被捂伤了 别被捂伤了 这 这 这是 是詹之必死的积雷啊 父皇 艾艳奴 你别过去 父皇 回天归者 罪已犯 他们都没看见 只有我看见了 父亲 是被人杀死的 哥 我要去报仇 什么 亚亚奴 你去哪儿 我要给父亲报仇 亚亚奴 可恶 追到这里就不见踪影了 喂 你有没有看到 天上一道金色的虚影啊 天上金色虚影 那不是神女娘娘吗 你认识她 哎哟 你这话问点 神话传说里的神女娘娘 抹个厨地的 狼狼人的 是什么神话传说 这个嘛 传说天上有个神女娘娘 叫天道神女 专门用雷劈坏了 最孽轻些的 她就降到白雷劈个重上 遇上罪大恶极的 那就会降红雷劈死她咯 这个神女在哪里 我要怎么找到她 这 这就是俺们村里的神话传说 神 神女娘娘 哪个凡人能找得到你们 有没有传说她住在哪里 有 有倒是有 传说神女娘娘 住在西边尽头处的仙山 山里全是仙法迷阵 据说有人 曾用梧桐叶之墓 跟着仙灵鸟的叫声 穿过九九八十一馆 方才 多谢 现在的年轻人又 你不是好不容易 才得到天道神里的情报吗 怎么这么轻易就告诉那小子了 总得有人先替我探路吧 哦 所以 你是故意在这里等她 你不觉得她很有意思吗 我算计那位幽黄陛下 让她被天道批死 可没想到会调出一个 能直接看到天道神女的傻小子 她如此特别 很值得期待不是吧 天道神女 那日果然是你 我是幽国第八代君王 依齐首章第二子 依齐冤 今日特来 我杀父之仇 完全不是对手 这就是人和神的差距吗 我竟然连靠近她周身一丈都做不到 而她没有丝毫的情绪 看我的眼神 就像看路边的蚂蚁石头一样 别说为父报仇 今日 怕是连我也得死在她手下 不甘心 不甘心哪 我 我还活着 经脉断了七八处 雷枯断了两根 还不算致命 有人帮我包扎了伤口 这 这算是包扎吧 是 的 我 舍不 BJ 都相差 多 鸣 你 过来 我 我 勇 推 你 感谢观看 我幽族受血脉之困千年 一直在寻找缘由 却始终不得其解 虽被人族欺压 生存艰难 却仍相信神明在忽悠着他们 你想到到头来 要覆灭幽族的根本不是人族 而是天道 我呸 什么狗屁天道 什么狗屁神灵 给我 叫族人的命赔来 怎么回事 这些规则并非我定 我只是天道的执行者 也没有质疑天道规则的权利 以及 神 是不死的 什么狗屁不死 我才不信 我用几毕生所学攻击他 可他竟然连头发都不曾有一丝凌乱 这就是 神 与人的距离 可 可恶 傻夫丑人明明就在眼前 我却无能为力 为什么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呢 神是不死的 我无法理解反间生灵的感情 怪物 我 不是这个怪物的对手 真情这一点之后 之前冲动过热的大脑 而冷静下来 父亲 有族人一直在试图冲破血脉封锁 却从未有人成功 更没有人知道 突破封锁之后 会被天道抹杀 父皇 配剑给了我 你用什么 不用担心 最近我得了把好剑 父亲能够突破封锁 冲啊 那把剑 一定起了大作用 而父亲一向谨慎 是不会选择在刚打完硬仗 身体虚弱的情况下突破 他必定 是因为压制不住灵力 被迫强行突破的 那把剑 原本我是不太会怀疑 其中是否有阴谋 然而那个偶然遇见的农夫 你要找神女娘娘 明明该是虚无缥缈的传说 却能精准地指引我来到仙山 这一切都太过蹊跷了 得赶紧回去查清楚 那个怪物一样的女人 一直坐在那里 好像在看什么那样子 神是不用休息的吧 那为什么要在这里 盖一座农家小院呢 不惯了 趁他发现之前赶紧走 要是被阻拦 就麻烦了 你很快就会知道 你对我的担心 是多余的 你真正要担心的 是别的东西 又是那个神女把我带回的吗 没想到下山的路 与伤伤完全不一样 先自行运功疗伤 不信 伤得太重了 青蓝玉色 根本不能运行灵力 只是我去偷采仙山的灵药 那神女会不会 是我多虑了 那神女似乎对我一点都不在意 她一直都坐在那块石头上 静静地看着山下 感觉 她就像没有感情的空壳影 看着就让人不舒服 什么时候 她什么时候来我身后的 我居然没有丝毫察觉 你想干什么 不好 要是现在和她动手的话 你在做饭 你会吃饭吗 什么意思 她想干什么 我没想到 自己就这样 被神女盯上了 无论是在吃饭 还是修炼 睡觉 她都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好烦啊 她到底想干什么 身体开始痊愈了 若不是那女人整天骚扰 大概能恢复得更快些 可即使恢复全盛实力 那钢风阵 恐怕还是过不去 真头疼 还是先恢复身体再说 那女人 应该不至于连洗澡都看不 要杀要拐你就明说 老师背后盯着我做什么 走 走了 这几天都没见到那女人 她到底想要干什么 狗 一个 这又不是上古雷兽一族啊 狗 鸡 鸡 难道是 凤 凤凰 有 蛤 蛤舞 蛤舞 你疯了吗 老子凭什么给你养 虽然很想这么说 但还是在恐怖的实力差面前低头了 冷静 君子报仇 十年不完 居然从那张面无表现的脸上读出了 对 就是这样 之前是感觉少了点什么的意思 今天她怎么 又坐在那块石头上往下看 她到底在看什么 难不成有什么重要的秘密 过去偷偷看一眼 应该不要紧吧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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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办马上好了 别出去乱跑了 小山村 她以前一直盯着看的东西 就是这个普通的小山村 为 为什么 一个大胆又离奇的猜想 浮现在心头 这个天道神女一直盯着山村的理由 和偷窥自己的理由一样 是凡人的生活在吸引着她 仔细想来 她最开始对自己感兴趣 是在生活做饭的时候 难道她是在羡慕 我疯了吗 居然觉得拥有恐怖力量的人 会羡慕凡人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哭得那么伤心呢 那是在出丧 以后我们没有父亲了 他们的父亲死了 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那么难过 父亲 死亡不是生灵注定的归宿吗 为什么会为了死亡而难过呢 因为活着的人 永远失去了自己在乎的人 失去 也是 高高在上的天神 当然不能懂得我们这些凡人 对于失去的痛苦 确实不懂 我从来没有 经历过失去 你可是无情又强大的神 怎么会经历失去 后来才知道 只有从来一无所有的人 才永远不会经历失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 身体的伤恢复了大半 在这期间 那只被神女当鸡养的凤凰 突然进阶 凤凰这种族有个天性 他们一旦化成人形 就会试图向族群中的首领 发起挑战 宣誓力量 显然 他把神女当成了首领 更显然 秦类的智商 总是不太高的 这家伙既吃不计打 每天都换着法子挑战 哎 我的优玄剑 然而 那只雷兽小狗子 就比傻奇聪明多了 他每天都给神女 调来花花果果 去讨神女欢心 就是只十足的哈巴卡 真是鸡飞鸡跳的手 虽然现在身体恢复了 那钢风阵要如何通过 还是没有头绪 以前 曾有凡人来过这里 既然他能够下山 只要变得和他一样强 你也能下山 他 他这是 要和我练剑吗 几个月对战 我剑法和修为的进步神速 再过不久 说不定真的能下山 一眼就能看穿我的剑法 还能随意进化得更加完美 这就是神的境界 明明是上山来寻仇的 结果跟仇家学剑法 义气渊啊 义气渊 你还真是够可笑的 真是够可笑的 我更能想想议 身材 它只是第一次 它是一岁 笑了 他是 你的仇人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 出乎所有人意料 他突然被天道召唤 他已经离去了好几天 终于在某一天晚上 悄然而回 两只崽子在他突然消失的时候 担心坏了 看到他归来 都兴奋地想要扑上去 然而 再次归来的神女 眼神空洞地可怕 冰冷 漠然 像是没有感情的雕塑 像是 最初见到他的那般感觉 是去执行天道规则 惩罚什么人了吗 是 惩罚的谁 不清楚 我是天道的执行者 天道规则 本是虚无的存在 就像日月会更替 生灵会生老病死 而我是天道规则 得以实体化的美剑 惩罚何人 因何惩罚 美剑 不需要知道这些 其实我早该知道 杀死父亲的 是天道规则 他 只是天道的刀 可恶 所以 我便去恨这个所谓的天道神女 因为她看起来像是个人 她是个能承载我仇恨的尸体 可现在 我已经说服不了自己去恨她了 我更不知道 该如何去面对她 凡人注定死亡 而神女 强大 永生 却空洞无情 像傀儡一样 无尽地活着 到底谁 更可悲一些呢 这里是 灵池 神女 为什么 不 我其实知道为什么 是时候 该离开了 我离开的时候 两个小家伙都很难过 你 你以后还会回来吗 不会再回来了这句话 我没法说 我再忘 O 却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父皇还活着 你当时走得太急了 我都没能叫住你 父皇现在在哪 我要去看看他了 不行 父皇在接受特殊治疗 需要绝对的敬仰 任何人都不能靠近 父皇一定会好起来的 相信我 艳阳诺 这时 我并未察觉任何异样 大哥看上去很憔悴的样子 父亲病重 这两年 都是他在支撑着整个忧国吧 都是因为 冲动又不懂事的弟弟 我带来有关天道规则的消息 令众人极为震惊 同时 他们发现父亲突破修为 是因为剑里有着精纯的幽冥之气 不过 无论人们怎么追查 都查不出关于此前的任何线索 两年失去我和父亲的幽军 重新陷入苦战 如今我的重回战场 战场局势有了扭转 没想到 我两年时间 成为了忧国最强之人 我拼命地杀敌 不过 好像忘了些什么 圆哥哥 圆哥哥 真的吗 我们可以去找他玩吗 别看 那是什么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神兽将军 天助幽国 天助幽国 是你吗 众将士听令 随我空上去 有两位神兽助阵 我们要一举击溃人族 天将神兽 幽军兽上 从神境中活着回来 还是力道歉 是我所看到的 两个小东西也是从神境来的 那没有一丝感情 污染凡尘的神女居然会帮他 算了 反正也是时候收网了 你们怎么了 这和当年父亲一模一样的突破迹象 怎么会 不 军中已经禁止使用 含有幽冥之气的武器 为什么还要用 当初陛下病重 仅凭我们 根本不可能战胜人族 我们实在是太弱了 只有这个选择了 即使会死 我们也要赌上性命 保护妖怪呀 二皇子殿下 抱歉 二皇子殿下 殿下 你不用管我们 是我们自己触犯的天罚 让我们自己承受吧 闭嘴 二皇子殿下 我太弱了 我根本救不了任何人 只要血脉封印还在一天 就永远不可能与天道抗抗 陛下 您快去疗伤吧 为什么 为什么天道规则 要封锁住 幽族人的血脉 为什么天道这么害怕 幽族之人 境界突破 难道 是因为幽族之人一旦境界 就会威胁到天道的存在 如果 我顶住了雷星 成功突破封锁境界 就能改变这不公的天道规则呢 是屈服于茗玉 就此退缩 让幽族像过去一样苟延残喘 还是 孤注一掷地决地求生 这 这是幽冥之气 二皇子殿下 在主动吸收幽冥之气 他想强行突破血脉封锁 快 快阻止他 快去通知大皇子 莫杀 第一道 到这点程度吗 第二道 第三道 亚亚奴 布阵 帮助二皇子阻挡天蕾 快 是 还有余力这都上 暗示 是 什么 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幽冥之气 不好 大皇子殿下 大皇子 哥 第八道天蕾 神女 你要将我们赶尽杀绝吗 凡间的生离 是很奇特的存在 出生 死去 他们存在的时间 不过眨眼一顺 他们短暂的生命 丰富又绚丽 吃到食物会笑 受伤了 受伤了会哭 失去了会悲痛 他们 也失去什么了吗 失去 是什么意思呢 他也经历了悲痛的失去吗 神女 你真的要将我们赶尽杀绝吗 第九道 积累 凡人沾之必死 失去 那真是鸡飞狗跳的手吗 失去 不行 失去 天道神女 擅自停止天罚 违背天规 叛 封印神区 剥夺神阁 天罚雷行 不得终止 这次怕是撑不住了 神女 神女 我阻止不了天道 但只要刺穿我的心脏 就能停止这一切 什么 时间不多了 你的族人 应该撑不了太久 这 以他们的势力 天雷不停 他们都会死 快 我也抵挡不了 急雷太久 别忘了 神是不死的 看天雷停止了 我们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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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 别看 是 什么 这场幽军与仁族的战役 因雷杰的出现 背后中止 幽军战士虽受伤惨重 但雷杰及时停止 并没有人 在这场劫难中撒生 劫后余生的人们 喜极而泣 太好了 大家都还活着 幽族没有灭亡 神女 谢谢 啊 神女 窦见腹 抢服君 修夫在下宦官 从弓心斗角 步步试探 到强强联手 收服人心 全眸欲望之下 隐藏着刻骨柔情 幻飞天下正在热播 每周三 六 双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